48小時過去了 在蘆洲前天晚上 發生的槍擊事件 看似一個行刑式的槍擊案件 現在目前兇手還沒抓到 但是有一個目標跟方向出來 可能是熟人所為 昨天我看這個劇情 我覺得這感覺跟看電影 古惑仔無見道很像 我馬上打電話給新北市警察 我問到一些爆炸性的內密 但新北市警察告訴我 他說第一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歹徒他當時開完槍之後 他怎麼連接應的車子都沒有 他竟然是坐計程車走的 而且他還在附近繞來繞去 繞了一陣子 警察告訴我說 他繞的那一陣子 不是他很搖擺 他囂張 是因為他懷疑這裡頭 還有另外一個同夥 在看劉寶生 恐怕你死了 你到底有沒有死 你才能領錢 你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沒有死的話 他還要上去再補一槍 你講得對 所以他當時走進巷子裡之後 他並沒有馬上走 他在那150公尺處不斷的徘徊 最後也許警方的研判 他接到恐怖死了 讓你堂死了 他才坐計程車走 所以也就是說裡面 可能已經有人跟他報說 這個恐怖已經確定死亡了 你可能會問 警察說裡頭還有一個銅火 這不會只是個空穴來風吧 誰說的 你們想不曉得劉寶生 他是盧州這間廟的主委 但其實他並不是常常去 是因為那天剛好 你現在畫面都看到了 這有沒有 近距離的 你曉得劉寶生 當時坐那個位子嗎 第二 你確定劉寶生 長什麼樣子嗎 第三 你又知道劉寶生 當天那個送神的活動 迎神的活動 他一定會去嗎 請問這些資料 情資料誰給那個槍手 所以也就是說要貼近於劉寶生的人 知道這些事情 所以他才會去 把這個計畫安排好 第三 警察又講 他不是沒有保鏢 沒有小弟 他有 所以當時 所以當時他開槍的時候 他旁邊沒有保鏢 對 他被那個槍手 担殺清了之後 他的保鏢不是有上去嗎 請問這個保鏢上去 你要如何確保 在保鏢追上來之餘 你都還能確保任務完成呢 好 再來警察又告訴我一件事情 我問 請問這個槍手 你掌握影像了 抓 他說談何容易 他說這種通常有兩種準備 第一個 他一拐完之後 隔天早就不知道 跑到東南亞哪一國或對岸去了 所以你說他可能已經出境了 對 而且拿了安家費 第二個 就是他也許還在國內 但是他根本不怕你抓 你來抓吧 你趕快來抓吧 反正我就是準備坐著幾年牢 但你從他身上 想要圍繞幕後主持者有點難 永寶生 你到底惹到誰 他是天道蒙的 早年在萬華崛起 後來做什麼 夜市生意 各位曉得 做夜市生意 你可能會很好奇 夜市生意為什麼會賺錢 你曉得現在夜市的規劃 他結合了龐大的商機 聯合開發 所以也就是說 不只有光賣吃的而已 如果光賣吃 請問當飯要不要管理 請問周邊的商機 房地產的炒作 大家有沒有覺得 這很像一條龍 是不是 你知道當時歹徒 他一共開七槍 三槍打在劉寶生身上 兩槍打在他小弟 這代表什麼 我這三槍就是要給你死 那兩槍是我怎麼知道 你爸爸會追上來 最後兩槍是為了阻絕你們 還有其他的小弟在追上來 所以我打兩槍 讓大家覺得 我不敢追了 好 我剛剛講到夜市 你知道夜市的商機 但又怎麼會扯到劉寶生 他早年是靠夜市發跡 誰知道他現在 夜市跟他有什麼關係 你們曉不曉得最近在新北市 江子翠那邊又要開發一個 夜市的聯合開發案 你今天如果我講的是 新莊福大的夜市 我講的是什麼新店的 安坑的夜市 那些夜市可能都是中型的 你一聽到新北市的板橋 這是新北市政府所在地 你要知道從新北廣場 走到江子翠 那麼是多麼大的一個觀光的帶 一個一區間帶 所以表面上也就是說 那個觀光帶上面 不只是有利益 甚至還有包含了黑道中間 可以拿到許多的好處 所以我最後要講 新北市警方他的結論 要嘛你之前恩怨情仇 要嘛 你是不是這個夜市的開發案 你撞到別人的財路 我們看到原來 居然跟著夜市的整個開發案件 可能會有一些關聯性 你想想看 夜市裡面人潮就是那前潮 但你注意這警方他們拍的畫面 就在在去年的時候 劉寶勝的公司被人給開槍了 凶手跑到他門前開槍 主要是警視作用 其實警視的目的為何 那當然就是要劉寶勝退出 你如果不退出的話 我可能就會要宰了你 是 立剛 我跟你講 只要有利益的這種衝突 對黑道兄弟來講 這是罪不能忍耐 因為沒有這些利益 兄弟都活不下去 所以為了這些利益 大家都是好勇鬥狠 甚至不惜弄出人命來 大家也要幹到底 實際上在之前 2013年的時候 天道門之前有個 天德會的副會長 叫劉芳成 外號叫空的 其實空的 有這種錯話就知道 這個人瘋瘋的 什麼亂七八糟都幹得出來 又是個天道門 是 那當時他就是先是在 你知道天德會本身是做土方生意 那個利益很大 但是這個劉芳成另辟蹊徑 他就掌握了北部的這種土宅 這種積壓家禽的這種市場 這個利益也非常龐大 因為你每一個土宅的 你每個都有規費要收的 每天早上那個菜市場 一開始有多少的積壓魚肉要賣 然後他在那邊 他掌握這個利益之後 這個各方都寄予的東西 被他一個人掌握得住了 那當然很多人就跟他不對盤 後來他又去把手伸入到哪裡 福大花園夜市這個地方 夜市也是一門大生意 你光這些保護費 而且福大花園夜市 那個時候才正剛要開了 對 你剛要起來的時候 你把這個利益都掌握在手中 那當然很多其他的兄弟就眼紅了 你知道誰眼紅嗎 誰 他們天道門自己內部的 其他分會眼紅了 覺得說錢都被你拿走了 那我們兄弟要吃什麼 所以各個天道門之下 居然這些分會之間眼紅了 其實台灣的幫派常常這樣子 有的時候你看兄弟在火兵 可能是竹聯邦自己內部在鬥 可能是四海邦自己內部在鬥 所以並不是別的幫派 要介入進來 是 未必是這樣 其實只要有利益 很多人根本 我管你是不是同幫的 我們照樣搞 這時候另外一個分會 就看到劉芳成吃香喝辣 大家氣不過 這個利益一直被他占得怎麼行 所以他們就開始幹嘛 抽死千 你知道 就幫你頭二十幾個小弟 大家抽籤 誰抽到了 不好意思 你就準備去當殺手 你就要負責幹掉他 所以你意思說 那個籤抽出來是誰中籤了 那個人就要去執行 對 就要去執行 將來被關什麼 反正幫你頭 會幫你弄個安家費之類的 反正你就好好去幹這件事情 據說他們抽到籤的人 後來連續觀察兩個月 慢慢觀察這個劉芳成 每天他開什麼車 他會到哪裡去 他的所有一切行動坐臥 全部都研究好了之後 等於完全掌控他的所有的行蹤了 到2013年的8月17號的時候 他終於開始了 你知道那天 劉芳成開他自己的一兩百 開開開開 突然之間車子剛停下來 後面有人在拍他的車 車屁股那個行李箱那個地方 他當然覺得很奇怪 你是怎麼樣 我開車開了 你拍我的車在幹嘛 他剛想在開罵的時候 這個摩托車在騎他前面 從右邊去把他車擋住 擋住的時候他更不爽 不過你實在太囂張了吧 就下來拿手機 一面幹掉他 然後一面走到那個富家的 所有這個地方來 然後拿手機準備打電話 讓人來了 因為這個不是很害怕 我要給予 然後結果這個時候 這個摩托車騎士看著他 他說你正在講電話對不對 拿出手槍 彰彰彰彰就開始打 直接連續過了劉芳成開槍 我跟你講 劉芳成還在掙扎 想要掙扎回那個 架子座裡頭去 那時候他身上已經狀態了 是 他已經狀態了 他不關你 那個槍手直接把他拉出來 繼續對他打 結果你知道嗎 他兩腿各中三槍 腹部中兩槍 心臟這邊中一槍 那個根本擺明 不但就是死 而且是要虐殺 他總共對他開了11槍 當場就把他打死 打死了之後 當然就跑掉了 跑掉之後 後來大家就要揣測 到底誰幹呢 結果等到隔了一個月之後 都要9月 這個叫我頭暗 怎麼不可能 我跟你講 這個就帶著像頭暗 不是 你講殺手不是通常 都跑出國去才對嗎 對啊 正常沒有人會頭暗 我竟然都逃得掉 我想罵跑走啊 對啊 結果不是 他出來頭暗 他出來頭暗 你說沒有啊 我跟他完全不認識無冤無仇 我只是因為說 他故意那個逼我的車 所以我看他不爽 我就要把他閉掉 一剛你會相信這種話嗎 我覺得這個不太可能 你身上沒事帶個槍 行摩托車沒事帶個槍幹嘛 而且出來只不過一個行車 就分就這麼狠般 你要打那麼多槍 會不會太誇張 但是問題是 你沒有進一步的證據之下 他居然出來認了 那不是他幹的還有誰幹的 所以對警方來講 這也是很頭痛的案子 但所以之前才會傳出說 有人抽死千 所以大家就覺得說 這個無性的兇險 根本就是為了故意要頂這個罪 所以他才故意來做這個案 因為他抽到了這個死千 對 但是問題是有的時候 不單只是利益 有的時候仇恨也會幹掉別人 像當時以前有一個老大叫鬼祭 鬼祭 蔡戴婷 他就被人家 他也是在那種聚會的時候 被人家突然之間過來 砰砰就把他打死 也是進去離開槍 為什麼要打死他 其實這是2007年發生的事情 你要牽扯到兩年前 另外一件事情 當時這個鬼祭 跟另外一個叫蚵仔 他們在開天酒牌賭場 就開賭場的時候 當時有一個叫蔡俊明的 一個年輕人 就去跟他 要去跟他們收錢 當時他們也是天道 然後就要去收錢的時候 他們兩個人 他跟他老大也走在那邊 走... 突然之間就遇到這個 蚵仔他們這邊派人出來 直接把他圍住 狹路相逢了 我跟妳講 根本不是狹狹 根本是設陷阱在等他 原來是設好 設計好的 他們就在一個車子前面 你知道至少六把手槍以上 對著那個蔡俊明 你就一直打 你知道他事實上 後來多少個彈孔你知道 多少 三十二個彈孔 你看這個人 全身上吊 包括下體全部都被打中 百兵就是正常讓他死亡的 就是要他死 而且是那種虐殺士 至少有六把手槍對他開 你看那個多誇張的場面 這個人就 蔡俊明就這樣冤死 冤死之後 據說他的結拜兄弟叫劉旭嘉 就想要為他報仇 所以就認為說 當初這些槍械 就是這個軌跡 蔡戴婷提供的 所以才兩年之後找到他 再找一個機會把他幹掉 但是問題是 幹掉他這個人不是 不是劉旭嘉 是另外一個叫廖伯偉的 後來一審的時候 因為把劉旭嘉抓到之後 認為就是他幹的 二審你知道 大翻盤 無罪 怎麼突然變無罪了 放掉了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直接證據 他側謊雖然沒過 側謊不能當 當第一級證據 只能當佐證 所以你沒有任何證據 可以證明是劉旭嘉幹 你說他說死 那是你警方在揣測 你沒有任何證據 所以到後來二審以後 他居然被判無罪 沒事了 唯一的兇手就是所謂的廖伯偉 那廖伯偉在逃 所以這個案子到最後 還是不了了之 沒想到吧 居然會有這樣子抽生死簽 的這種狀況發生 可是我們說到 在高速高路上面開車 你不要覺得都是平安無事 因為可能那個時候 你抽中了死簽 一輛車衝過來 那後果也是不堪設搶 大客車的行車安全 最近引起大家的關注 高雄在這個國道10號 就有一輛公車在這個道路上行駛 這個時候你看他左邊 是不是有一輛水泥攪拌車 突然水泥攪拌車 好像這樣子爆衝過來 怎麼回事 他整個爆胎車子 沒辦法控制了 然後你看撞到了公車 前面的擋風玻璃 有沒有看到那個司機 因為碎裂的玻璃 噴飛整個傷及 這個司機的整個臉部 和前面正面迎擊 結果那個時候 而且不只是這樣 司機的雙腿 甚至卡在了那個水泥攪拌 他撞到了大客車前面的車體 他的車頭 你看他那個擋風玻璃 整個碎裂 然後他都卡在那邊 卡在那邊糟糕 沒有辦法踩這個煞車 車上有二十幾個成分 你看到那個碎裂的玻璃 整個噴的這個司機 正面全部都是 然後這個時候司機臨危不亂 他雖然受傷了 腳卡住了 可是他想辦法 這時候把方向盤往右打 接著這個靠著外側的護欄 減速 他去摩擦這個外側的護欄 你看被水泥攪拌車撞到了之後 然後他就往旁邊走 所以索性他機警救了二十幾個 這樣的一個乘客 後來客運公司還表揚他 給他繼大功頒發獎金 我們看到行車的安全 真的要引起大家的注意 看到這麼多危險的狀況 我們要知道如果人類 像剛剛這樣的老兄躺在路上 能夠承受這樣一個撞擊或車禍 一般來說是不可能的 我告訴你 剛剛在澳洲就有一個人 能夠承受這樣一個撞擊 觸控上這個 就是畫面上你看那個這個 葛拉罕 葛拉罕先生坐在那邊 大家都想說他怎麼長那麼奇怪 但是其實他真的沒錯 不是一個完整的正常的人類 他是一個雕塑大師 皮奇尼尼亞 他印澳洲維多利亞省 他們的這個要求 製造出一個道路安全大使的雕塑 結果他把一個人 他問了很多的這個維多利亞省 當地的這些 所有的外科醫院的 醫院的這個外科醫生 專家告訴他 如果人類承受到車禍 或是撞擊的話 會變成什麼樣子 所以你看看 所以你意思說 如果說承受了一個 非常大的撞擊壓力之後 人的長相就會變成了 是這一個長相嗎 他把這個頭變得很大 沒有脖子 以免他的頸椎跟他的頭顱 受到了重創 因為頭顱跟頸椎 是人最重要的地位 所以你說人能夠承受要長這樣 他耳朵也不見了 沒有脖子 耳朵不見了 那些 鼻子也不見了 是為了保護他的臉 他的五官避免被受傷 然後所以把他弄得這樣擠在一起 然後胸肌怎麼那麼多 還有他的一些墜落 是為了保護他的心肺 跟他那個肋骨下面的器官 這個也是很脆弱的 所以他問了很多的醫生跟專家 發現說唯有如此 把人雕塑成這個樣子 就算是車禍的話 甚至膝蓋還有彎曲的靈活度 他就算被車子撞了 他也能夠靈活的彎 他的軀度是完全 超出我們的範圍就對了 但是如果人要長這樣 這簡直像外星人 是 看起來多恐怖的事情 你可以看到 他這個彎彎曲曲的 是保持他的靈活彈性 所以讓大家看得說 還好這不是正常的人類 但是正常人類的生活 是什麼樣一個人 我們來看一下畫面說 你知道嗎 有些爸爸在帶小孩的時候 他們會讓小孩子去嘗試一些 很刺激的這個像極限運動 你看 小孩子這樣 這樣子可是沒有到對面 尖叫聲 掉上去了 這麼大聲 你看這個老爸 還有點垂胸弄熟了 這個兒子都快翻臉了 可是那小朋友 你再看著爸爸帶著兒子 享受那個極速的快感 享受那個飄移的樂趣 你看那小孩子已經嚇出一聲 那個臉色都發青了 爸爸還緊抓著方向盤 還很高興 你看 最後終於結束了 還互相擊掌 那你再來看看 還甚至帶著這個小孩子去衝浪 小孩子被爸爸這樣子牽著 然後站在那個 很快速的衝浪馬上 然後媽媽不在家沒關係 爸爸跟小孩可以玩這個 翻滾的一個動作 不要跟媽媽講就好了 你看 超多可以在家裡坐的 兩個小孩可以 爸爸左右手互相一起玩 這個爸爸體力太好了 所以你看到一連串 男人如果不帶母子 這樣子帶小孩的話 不管男生女生 幫爸爸來帶 難怪有人開玩笑說 這樣子帶小孩 難怪人家說人類會滅群 可能都被男人帶到 這個極限毀滅的境地 這當然是開玩笑的說法 但是你來看看 剛剛我們講說 這樣的一個車禍下來 如果有人能夠存活是長這樣子 但是人的生命力畢竟是很強的 你看到這個觸控上 這是在非洲大陸 泥日一個臉盆女孩 19歲的這個拉赫馬 為什麼稱呼她這樣臉盆女孩 而是說她在出生之前 剛出生下來6個月前 她都很正常 後來6個月開始 她就開始胃痛發高燒 然後四肢不正常的 就停止生長 只要一生長就會痛 尋遍名醫都沒有用 很多醫生也找不出病因 後來你就可以看到 她說她的四肢已經停止了 停止生長了 只剩下幾乎一個頭 身體就全部萎縮在這邊 後來爸媽為了照顧她 就乾脆拿一個塑膠臉盆 給她接住 她從此的人生 就在這個臉盆裡面過 她甚至因為這樣子的遭遇 她沒有自爆自棄 她還是很開朗 很樂觀 將來還是想要開一間雜貨店 然後她的爸媽媽也沒放棄她 一直照顧著她 弟弟甚至喜歡帶著她 去見親朋好 讓她開心一點 所以我說人類的生命力 只強了也有樂觀 盼著天性支持她下去 生命力雖然強韌 但是我們要注意 人其實還是滿脆弱的 不管你這週休假期到哪去 你還是要特別的小心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在最近梅雨封面的影響 這大陸的華中地區 已經變成了汪洋一片了 可是在這汪洋一片當中 看到水中有個人在漂移 這個時候該怎麼辦 李剛 氣候變異 難道人類也跟著變異了嗎 湖北的公安發現 蘇伊有一具已經死去的遺體 在河面上 趕快去處理 好 結果她去處理 這畫面不能播吧 人都已經這個往生了 難道他們公安不知道嗎 好 我們來看看 一定有什麼爆炸性的發展 去處理 現在他下去了 對 這個要把他撈起來 對 到底怎麼回事 現在下去警察也很害怕 怎麼這麼打著 好像還活著 你看喉嚨還動了一下 難道會 怎麼 你怎麼奇怪 你現在還爬起來了 怎麼一不沒事的樣子 他不是被水給淹了 怎麼人就要醒來 剛那個公安都喊在說 你不是醫治人嗎 怎麼又活起來了 跟各位這樣 趕快問究竟 原來這個人是不是奇人異識 他喝醉酒疊下去 所以就漂浮在那兒 怎麼樣 你不能水上漂嗎 立剛 喝醉酒疊下去 通常可能會溺斃 老兄說我就有這特異功能嗎 他居然還可以躺在水面上 可是大家都以為他溺水了 所以就覺得為什麼你死人會復活 既有免疫 人類也跟著變 事變嗎 結果後來 這個大家才知道說奇蹟 但這真的要有很大的 這個所謂的好運 他一個翻身 他不是一樣會溺死嗎 好 你說講到好運 問各位 你覺得這很稀奇了吧 我再問各位 如果我今天給你一個保利龍香 你有沒有辦法在淡水外海 桃園外海漂流三天 不可能 昨天 外面風浪那麼大 熱騰騰才剛翻身的 說桃園說有一個人在桃園 他釣魚 結果他不小心落海之後 他就靠著一個保利龍香 你看他下面台上來了 你是怎麼活在海上 能夠漂三天的 你是什麼少年拍嗎 還是什麼這個 我們講的這個 獨人 無人島漂流器嗎 他說沒有 我去抱一個保利龍 好 結果他就在那邊 從桃園一路漂到了淡水外 還好被一個漁船的船長看到 把他丟起來 桃園到淡水 這一條路大概也都有 六 七十公里以上 是 你說真的 他在海上可以漂這麼遠 奇蹟的三天漂流 加六十公里的漂流之旅 太陽這麼大 又沒有水 趕快 他沒被乾死 也沒被塞死 趕快搶救 結果警察在發現 搶入過程才發現 發現什麼 看起來他應該是只漂一天多 其實那不重點 其實到底他漂幾天不論 是他怎麼能夠從桃園到淡水 最後靠一個保利龍蝦 我看這跟電影劇情 已經差不多了 你看 看到這樣的場景 你會不會覺得非常的訝異 不過還是要提醒您 這種行為千萬別做 要不然炎王也可能會把你招去當女婿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那現在的社會壓力太大了 有些人覺得生活快過不下去了 結果要尋短了 可是在這個時候 消防隊員出現了 你看中東人驍勇飄悍 他們連消防人員都很驍勇飄悍 你看到現在在畫面中有一個人 他要輕生 結果消防人員就出現背後 莫莫的靠近 莫莫的靠近是到底要做什麼呢 很簡單 不是 我以為要救他 那個腳是誰踢的 他說微腳 這不知道 你是那個什麼佛山來的嗎 結果跟他 可是他不是要爬下去救他 怎麼反而一腳把他踹下去 他是救他 原來他把他踹下去 是因為下面都不好氣墊了 不過有人就質疑說 你這樣做法有點太激烈了吧 是不是 因為你說這個因為踹好 沒踹準怎麼辦 可是消防人員有他的說法 他說在這種千軍一法之課 他到底要跳不跳我們也不知道 只有一腳踹下去 當機立斷才能展現 救援的骁勇飄悍 看了中東這個地方的消防隊員 他們的做法還真是與眾不同 休息一下 來揭秘 在最近你會發現到 在天空當中並不平靜 在亞塞拜南附近 又出現了幽浮的狀況 這些幽浮飛行的方向 跟別的不相同 我們都會覺得 我們對於天空中的很多東西 都了解 透徹 要嘛就是這個運勢 彗星 或者是一些飛行物對不對 但是這一次我們要跟大家講 在亞塞拜南的機場 大家有沒有發現 大家覺得這是什麼 這是真的嗎 這有很多奇怪的地方 可以質疑 首先第一個 它的顏色似乎就不對 你有沒有看到旁邊 這裡都很多人在拍耶 是啊 大家都在那邊看 然後我們剛剛 為什麼說它顏色不對 因為看起來好像是夜空對不對 對 你如果說以我們的知識 來瞭解的話 它可能是被地球吸引之後 飛下來的一顆隕石 那它應該是燃燒的顏色 怎麼會是這樣藍藍白白的 好像是冷光的顏色 這一點很怪 另外一點的話 它怎麼好像動得很慢 它是一團霧飄在空中嗎 可是你說如果從外太空進來的話 照理說它飛行速度 就是最起碼六倍以上的音速 是啊 不可能這麼慢吧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 我們大家覺得更有趣的是什麼 你剛剛你有沒有發現 它好像是飛平的 對耶 對不對 從後面左邊往右邊走 那照理說地球拉下來的隕石 應該也是一個PO線 對啊 你應該是直直的下來 或者說我們從側面去看 它應該會是一個斜斜的 往下畫的角度才對 但是這個似乎看起來 好像是平的 它看起來像水滴狀 有人說像蝌蚪狀 下面是平的 然後上面有一點弧度 還有人把它形容是蝌蚪狀 那我們就不了解 如果這個是真的 因為現在的影片超級厲害 對不對 不過這看起來這麼多人在圍觀 這麼多人在拍攝 對 看起來很像是真的 應該不是假的 但是如果它是真的 那我們還真不知道 它是什麼東西 這個總不會說是 氣象探測氣球吧 這總不會說是 用什麼人的飛行物 所以其實我們真不了解 這是什麼PO 那就算它是UFO 就算它是不明飛行物體好了 它看起來應該是太空船對不對 那太空人 或者我們講外星人 那就不對了 是 外星人 真的有外星人 因為我們要講的外星人 也是在太空船裡面 或外星人的幽浮裡面 對不對 你說光看到這個而已哪算 你懂得找個外星人給我看吧 有人說在墨西哥最近發現 而且它很小 非常小 好像就我們巴掌大而已 大家有沒有看見 大家不要以為 畫面中這個戴著手套很專業的 在檢視這是什麼生物 大家看見有沒有 這個他們竟然是說 從一個特殊的地方找出來之後 而且經過化驗的結果 發現不是只有外殼而已 裡面竟然還有骨架 這個聽起來就很奇怪 我想大家一看到這個 看起來是漆黑 又有一點發亮的物體 你就會知道 它看起來形狀 有點像人的模樣 但是飛歐雀有一翅膀 大家有注意到嗎 那個翅膀 是 我們剛才說裡面有骨架 那個翅膀看起來 卻不像是這一幅骨架所該擁有的 我這樣講是什麼意思 來我解釋給大家聽 這幅骨架大家看起來 你會覺得有點像人對不對 至少是個脊椎動物 脊椎動物有翅膀的 其實只有鳥類而已 它剛剛那個翅膀看起來像什麼 像蝴蝶 像蜻蜓 像昆蟲那種感覺 那個形狀 對 所以其實有人就說 因為還有人說它就是Fairy 就是精靈 就是仙子 對不對 我們看到進行仙子 你說卡通裡面的那種 精靈仙子 他們的翅膀 沒有錯 就像蝴蝶或者是像蜻蜓的翅膀 另外的話 我們剛剛給大家看的這個X光片 它拍出來竟然有X光片 而且有非常細緻的 像我們類似人的一樣的骨頭 中軸骨跟複製骨 它其實都有 那你說它到底是什麼 所以目前認為 暫時已經排除了 它是人造的仿造的成分在 應該是某種生物 但是又不是在任何我們熟悉的 有骨架又有翅膀的生物當中 那就很奇怪 所以我們就會想說 它是不是外星人 可是我們講到外星 我們講到太空 我們講到宇宙 我們會想到一個非常有名的學者 就是 Hawking 對 史蒂芬·哈庭 霍金 霍金他其實以前有提醒過大家 不要貿然的探究外星人 因為如果真的有外星人的話 外星人會對我們是劫掠式的 他是來掠奪的 就像說很多的外地人到當地去 就會把原住民趕走 大家從這句話有沒有聽到重點 這句話的重點是什麼 意思是說外星人如果知道這地球 他可能會把地球資源全部掠奪走 沒有錯 但是另外一個重點是 是有外星人的 對不對 有外星人 但是不要去探究 探究之後對我們有毀滅性的傷害 所以其實到底我們什麼時候 會找到外星人 霍金竟然說就快了 我們現在已經在黎明的曙光 我們已經要找到外星人的前戲了 看著那火星 你會想到的就是那水的資源 但是在地球表面上水資源太多了 會淹大水 水資源太少了變成大旱 也就乾旱 可是在北京這個地方 常年來說都是旱災 今年可是變成大水災了 不過淹著淹著 許多新的建築物都被淹了 但是古早紫禁城 怎麼反而沒事 大陸近來多處地方暴雨 就連北京守散之區 也免不了首都機場的飛機不能飛 機場淹水 地鐵也淹水 北京很多城區都陷入一片 汪洋一片 但是北京的紫禁城 有五六百年的歷史 為什麼很多北京市民都要講 北京市去淹成一片 就紫禁城沒淹水 怪猜了 怎麼紫禁城會沒淹 好 今天就跟大家講 原來紫禁城 六百年前修建到現在 它有一個泛水的防水設計 它的一個排水的系統 到今天不是現代人能比的 我告訴大家 不對 那個紫禁城的防水設計 也是六百年前的清朝人 以前設計的 是 怎麼 北京的紫禁城你看到 怎麼反而現代的設備 反而沒有以前好 它其實是按照北京城的 西北高東南低的 這樣一個地勢 修建成北高南低的 這樣一個 它的一個地形 然後北京城有外山道 跟內山道的整個防洪的 非常綿密的排洪設計 然後外山道跟內山道 這麼大的面積 大概有800多個燃球場那麼大 尤其北京在紫禁城北方 還有所謂的石煞海 石煞海就是以前的河岩 石煞海又分後海 前海 後海就是很多晚上年輕人 會去那個POP街在旁邊 很漂亮 但都是一個北京城背後 一個相當大的一個蓄洪池 北京剛剛講的 它的地勢從北到南 北高南低 它的落差地勢這樣高高低低 它大概從北到南 落差最高有兩公尺這麼高 所以它的水自然會從北排到南 再從南流到沪城河 沪城河在 對 流到其他的這個河 北京市區的其他河流裡面去 然後再加上北京城 它的一個中間 你看那個皇帝走的那個太和殿 跟中和殿 跟飽和殿 太和殿的這個中間 那個大道 它的一個石板的排列 縫隙都有大概0.5公分 方便排水 等一下 你意思說 難不成連那個石板 都有排水的功能了 是 再加上你看 北京城的那個建築 它都有這個山 至少二層到三層的一個基台 那三層的這個地基 它的下面不是都有四周的欄杆 欄杆的那個底下 都有這個像水龍頭一樣的一個龍 這個就是古代的水龍頭的前身 叫石龍頭 它那個水就會慢慢的 這個把水排出來 石龍頭排的水出來 你看到像起來 看起來就像是什麼 千龍土水 當下雨的時候 或是有一些水流要排出來的時候 它那個整個上千的那個石龍頭 嘴巴裡面就水漲出來 它的嘴巴的後面是圓孔 就是排水出來 所以北京紫晶層當初在設計的支出 它是先有石沙海 再蓋的紫晶層 蓋紫晶層之後 它就加了很多的這個 排水防洪設計 再加上它這裡面有很多 利用這個地勢的原理 加上結合了什麼 外津水河跟內津水河 我們知道北京要進去的時候 它有一個外津水橋 內津水河它最寬的時候 有7.7公尺到8公尺 它平均是3公尺這麼寬 它裡面既可以在夏天 或是旱災的時候 取水用或是防火 如果下大雨的話 它可以排到那個內津水河 內津水河再流到 北京的倉浦河 外津水河也是一樣 它旁邊還有這個護城河 護城河寬最寬的地方 是52公尺這麼寬 然後外津水河 它本身的這個寬度 也有達到18公尺 寬度其實還滿寬的 北京的紫荊城裡面 它的這個有很多的 縱橫敲坐的勾曲 難怪人家說古人的智慧 比現在人優越 為什麼北京還是會淹大水 傳聞北京有一口叫做索隆井 這個在北新橋那邊 附近的一個舊廟裡面 現在人家就在講說 是不是因為那口井被動了 所以北京就淹大水 傳聞當年在修建紫荊城的時候 當年明朝初年的時候 姚廣孝 劉伯溫 為了這個在修建紫荊城 然後後來發現 好幾個龍井就叫做海眼 海眼就是直通大海的這個井 就像大海的眼睛長在陸地上 它那個每一口井都深不可測 然後水深殘殘的 然後那個龍眼索隆井裡面 還有一條蒼蒼的鐵鏈 你拉起來好像沒有投資了 永遠拉不完 古早的祖先傳下來就說 不能去動那個 一動了索隆井裡面的鐵鏈 北京城必淹大水 當時傳聞劉伯溫跟姚廣孝 在入北京紫荊城的時候 就答應了說要降服的龍王 因為姚廣孝傳聞是 降龍羅漢轉世 然後把這個龍 龍王把它刻在索隆井裡面 把它鎮住他 然後也承諾龍王說 等到北京修建的這個橋 北京橋附近修建的橋的話 那橋舊了就放你出來 可是後來人們並沒有在那邊蓋橋 所以雖然有這個地名 但是並沒有北京橋這個橋 而是在地鐵五號線那附近 但是上面蓋了一個月王廟 後來玉王廟也遷走了 然後後面那邊附近也蓋了 05年的時候蓋了這個地鐵五號線 傳聞那口井就重見天日了 據說在日據時代的時候 曾經要拉那口鐵鏈 結果發現那個鐵鏈 拉起來之後下面發出怪聲音 日本兵嚇到 所以就說日本進了北京城以後 他們拉不出那個鐵鏈 然後後來就叫他們不要拉好了 紅衛兵時期文革的時候 也曾經想要去動那口井的腦筋 也去拉拉鐵鏈 後來發生怪聲 好久黑水了 就往井裡面開始冒出來 怎麼水都黑黑了也不敢拉 從此以後大家就說 乾脆不要去動那個井算了 後來就有人說 那要修建地鐵怎麼辦 要蓋百貨公司怎麼辦 把它填平好了 從此以後北京似乎沒事嗎 可是今年就淹大水 說到這個水 水太多 有些歷史的文物 可能就沒有辦法保留住了 因為最主要就會被水給侵蝕 腐蝕 甚至有些顏料等方面的東西 不耐水 可是在大陸有個地方很奇怪 花山岩這個地方的壁畫 發現2500年過去了 連顏色都沒有吞掉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是 立剛 這是在廣西左江流域這個地方 然後以前叫銅族 現在叫壯族 他們的祖先所畫的這樣的東西 最早的年代 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 也就2500年前 這麼久 但立剛你相信 這是2500年前畫的嗎 不會 你看那個顏色這麼鮮艷 它的這個顏色鮮艷度 應該可能只有5年 10年不到 你經過2500年 我們現在人類的油漆 你不要說2500年 25年大概都脫落了差不多了 不要說什麼 你把你小時候的 那個畫的水彩畫拿出來看看 顏色早就有點比較暗淡 我跟你講 但是就很奇怪 這是2500年前畫的 而且到現在 還這麼鮮艷也就算了 但是下過雨以後 看起來更漂亮 真的喔 對 所以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跟你講 這個幅非常大 因為它長100多公尺 然後寬大概50公尺左右 大概面積 整個面積大概8000多米半公尺 非常大的一塊面積 然後上面總共如果你一組來算的話 大概111組 如果一個一個去計算 總共1900個 還滿多的 而且很奇怪就是 這種比較上古時代的畫 大部分不是喜歡畫一些 奇珍異壽 真情異壽 這些東西或是這些 或是其他一些 沒有很少看到的東西 可是這邊畫的幾乎都是人 你看他畫了一個一個人 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是人 這個也是人 這裡也是人 而且你看 他的人動作都很奇怪 他好像是那種半蹲的那種狀態 然後那個手這樣往上 這樣舉高這樣子 可是這樣的姿勢 你不覺得跟我們一般這樣 直聽著站著 這個很奇怪對不對 他到底在幹什麼 然後他旁邊也畫一些 什麼還手刀 或當時所用的一些飾品 這些東西 大家都覺得這個當然 第一個你就可以去 推論到壯族的祖先駱月仁 他們當時的一些文化 還有他們一些儀式的東西 可是問題是 他們到底是怎麼畫的 一直讓大家覺得很傷腦筋 為什麼 因為從這個顏色判斷 他應該是用赤鐵礦 或是用紅土這類的東西去畫 你總要有東西 把這個東西融合起來 要融合 還有這樣除上去 你要用什麼 是用動物的膠質嗎 還是用植物的膠質嗎 你要把它能夠黏上去 然後一年 2500年 對 你怎麼黏 這個到目前為止 我們其實分析過很多次 大家一直想要複製出來 這個配方 可是一直到目前為止 複製不出來 完全複製不出來 因為我們搞不太清楚 古人到底是用動物的膠質 還是植物的膠質 甚至是動植物 兩種一起混合的膠質 這個配方到底怎麼弄的 目前沒人知道 然後再來立剛 我跟你講 其實 我們在現在還很納悶的就是 你要知道那個地方很高 那個地方 那不是像我們這樣平常站著 地面的旁邊的牆壁 不是 正常來講 古人畫畫應該就是我自己手 可以夠到的地方去畫對不對 當然 不是 這個有些地方 離地面高40公尺以上 什麼 40公尺 那我問你 你是 那你就已經差不多12層都高 對 那你是怎麼上去畫 你是從上面垂吊下來畫的嗎 還是你搭梯子慢慢上去再講 要弄40公尺長的梯子可不好弄 不容易 對 所以現在我們想要去 因為想要把這個整個畫幣 怕它將來會損失掉 所以我們想要把它整個 複製零膜出來都很難弄 因為即使現在有無人機 這些技術都非常非常的麻煩 那古人到底是怎麼上去 去把這些畫 1900多個 慢慢慢慢這樣一個一個畫出來 到現在還是一個未解之謎 我們不知道 因為落月人 也就是這些壯族的祖先 他們到底是怎麼辦到這件事 其實讓我們覺得非常非常的奇怪 再來 我跟你講 中國大陸的怪事真的很多 你在上海 你去看到延安這個高架的道路 它剛好就是在上海 你把以這個田字型的話 延安高架道剛好從這邊傳過去 變成像一個森字型 你看 你不覺得這根柱子 長得特別奇怪嗎 一般正常 一般正常的橋增都是水泥外觀而已 你看 旁邊這個就是這樣子 一般的水泥外觀 把它叼了那個籠在上面 然後旁邊特別用 像白鐵一樣的東西把它枯起來 為什麼這根柱子這麼特別呢 其實有種種的傳說 據說 所以你意思說 不只有純藝術的這種做法 對 這不是單純的藝術 因為如果要藝術的話 應該每個都弄 為什麼單獨就這一根要弄呢 其實傳說 當時在打這根地基的時候 你怎麼打都打不進去 上海那邊大部分是海埔新生地 雖然雷長那個沙子是很鬆軟的 很容易就打進去了 一打就打起來 可是在那個地方 據說你怎麼打你就打不下去 而且甚至傳說 你白天打進去晚上就彈回來 對 結果底下有個力量往上推 就很詭異 就不讓你完成這個工程 請上打這根莊 打了十個月都打不進去 怎麼可能 十個月連整棟大樓都蓋好了 這根莊就特別被編號 叫PM109號住 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到底發生什麼事 後來實在不行了 據說就去請了一個 上海玉佛寺的一個和尚 一個法師來 上海玉佛寺有名的 對 來做法師 然後一做法師 據說OK 就可以打進去 結果他們當時那個裝一打下去 馬上就冒出一塊污氣出來 從此以後那個就算了 他們就連打了七根柱 把那個地方打下去 但是問題是你知道 怪事就發生了 過了沒兩天 那個和尚你就掛 就死了 怎麼會這樣子 你知道為什麼嗎 有人就說 因為那個下面本來是 有一隻很兇惡的鱷魚 被困在下面 有一隻龍負責看守牠 結果那個和尚做那個法師 就把那個龍趕跑了 所以也就是說鱷魚也好了 鱷魚就跑出來了 你知道 鱷魚就跑出來 就不再被困在裡頭了 那當然 因為這個和尚 那他就作怪了 這個和尚破壞了這個天璣 所以到最後只好 用自己的命來藏 那為了要震懾住這個地方 所以才特別把這個柱子 弄成外面有這樣的龍 用白鐵把它枯住 看到那古老的北京 居然在古老的這種工藝技術之下 有超越現代科技的 這種可能性出現 可是我們看到以前 古老的一些民族 他們的一些捕獵的方式 其實現代的人還正該學著 對 其實我們看到 很多古老的一些文明跟文化 不是只有在我們東方有而已 其實很多地方也有 大家想想看 我們現在的科技 要去抓到鱷魚 要去靠近鱷魚 是不是要很多很特殊的機具 而且它的防護力要很強對不對 結果沒想到 竟然有神秘的部落 他有他的科技 他把鱷魚抓起來 鱷魚不好抓吧 是啊 而且牠這麼兇對不對 可是你看牠現在在幹什麼 牠現在居然好像在抓 有沒有發現 牠真的就把牠抓上來 你有沒有看到棍子打下去 那這就很奇怪 那你剛剛說 牠有牠當地的科技 那是什麼科技 科技的重點是使用工具 來達到目的來解決問題 牠使用的工具是什麼 立冠 木棒 木棒 你木棒抓鱷魚 那是不太誇張了吧 首先 你如果要 你要抓鱷魚 好 要嘛你去找牠 再不然你就把牠吸引來 你把牠吸引來之後 你會不會需要一艘 大艘一點的船 當然要 鱷魚不高興一下 你這個是類似像 獨木舟的小扁舟而已 你看看鱷魚撞了牠 牠可能就翻掉了 然後接下來的話 你說你是木棒好了 鱷魚如果真的靠近你 牠就算不咬你 你怎麼辦 你把牠航兩棒 然後把牠打暈再抓上來 沒問題 鱷魚是在水裡面 你用木棒打怎麼打不到 你這樣打下去那個水的阻力 你的力量怎麼可能穿過水面 然後打到那個鱷魚 其實這整個畫面 跟整個影片 跟這整個古文明 留下來的新技術 牠是怎麼樣把鱷魚抓來 而且把鱷魚吸引來 而且把鱷魚抓起來 我們這個還真的不知道 牠是怎麼辦到的 不過你就會發現 有時候古文明 我們真的是不了解 但是另外的話 還有更懸的 剛剛這個的話 牠是把鱷魚吸引過來 然後把牠抓起來對不對 但是沒有想到 還有科技可以幫助你 去找到蜜蜂的蜂窩在哪裡 你就可以找花蜜來吃 找蜂蜜來吃 那這個越聽越怪 古時候的科技 是什麼科技 你說現代的人有科技還差不多 這個是通訊科技 資訊科技產業 不可能 因為當牠到森林去之後 牠有一個特殊的感應器 能夠幫牠感應到 大概是一公里之外的蜂窩在哪裡 而且還會導航 會帶牠過去 你說這科技是什麼 來 我們這邊有照片 大家後面上有沒有看見 這個科技在這個人的手上 小小的一坦 大概就比我們的手機大不了多少 大家有看見嗎 科技掌握在牠的手上 老師 這是一隻鳥 這是一隻鳥 你跟我說是一隻鳥叫做科技 那怎麼會是科技 這有點怪了吧 原來是牠們很好玩的是 跟這個鳥之間有一個特殊的 互利共生的關係 你到森林去之後 你就發出一個特殊的 口哨聲響 發現這個我學不來 牠們有一個特殊的口哨聲響 然後這個時候 這個鳥就出現了 接下來到一個地方 似乎就停下來了 然後你就會再看看 沒有錯 果不其然 有沒有看見 這邊竟然就有蜂窩 這邊竟然就有蜂蜜 還有你看它這一些蜂的成分 可以把它切下來是可以吃的 可是我問你老師 一般來說我們要捕獵野兔什麼的 我們有獵狗 我居然要這個蜂窩 我居然有鳥 哪不是把鳥當獵狗 這個問題就來了 沒有錯 你這個類比就非常的恰當 我們剛剛講是個 通訊科技的產業對不對 你跟鳥之間是怎麼溝通的 我們剛剛就講到 特殊的口哨音 好 但是問題來了 鳥為什麼要聽你的 他怎麼聽得懂 對 他怎麼聽你的 他又不靠你在吃喝 我們剛剛講到是互利共生對不對 立剛 他真的要靠人吃喝 因為當他飛過去的時候 人是不是就把這個蜂蜜拿下來 對不對 他就有得吃了 可是他不會自己去 很奇怪對不對 他自己不敢去 因為太多蜜蜂 對 他說蜜蜂 他不敢過去 猛虎難敵群猴 你一隻鳥的話那麼多 蜜蜂過來你也是不行 他再做一個特殊的嘴型 再吹一個特殊的哨音出來 那倒回來 我們等於是鳥的獵狗 對 你也可以這麼說 因為我們負責去捕獵蜂蜜 鳥負責吃東西 我們會覺得他幫我們導航去 其實鳥是覺得 他就老兄弟 他就呼朋引伴來 讓他有東西吃 所以你說這個關係 是不是很巧妙 是不是很微妙 但是我們講到 會飛的東西這麼小隻 他們釀出蜜來我們可以吃 但是會飛的東西 如果很大隻 他直接把你抓去吃掉 那就麻煩了 我們帶大家到澳洲去 澳洲有個地方的話 大家在那邊好像是在看表演 還是坐在那邊休閒 沒想到突然天空當中 來了一個很兇猛的傢伙 就要把這個小朋友拎走 這個不會吧 這隻老鷹應該不是跟他玩吧 怎麼會這樣結果 他要抓人 大家就說這隻老鷹 是不是因為看這個小朋友 不順眼 或者是聽這個小朋友不順眼 什麼叫做聽這個小朋友 不順耳 看他不順眼 跟聽怎麼會有關 因為大家說 這個小朋友坐在那邊 小朋友調皮 無聊 他就把他拉鍊拉起來拖下去 拉起來拖下去 對 這個咳咳的聲音 老鷹大概聽得不高興 因為老鷹的耳朵很好 是 還是他覺得 他認為這是個獵物 好像很容易到手 結果就過來 你看他爪子一抓要把他扯走 天啊 這個是神雕俠侶 他騎了大雕是不是 他有這個能耐嗎 當然看起來是沒有 可是大家知道爪子一抓 其實非常利 是非常可愛 另外我們跟大家講到 你說沒有這種老鷹嗎 那麼老鷹最大可以到多大 我們之前跟大家介紹過金雕 另外還有我們要跟大家講的這個 這個其實就是腳雕 大家有沒有發現 看起來目光很銳利對不對 但你從正面看 看起來可能有一點呆 可是從側面看的話 你看他這整個灰色羽罐立起來 看起來非常漂亮 而且你會知道 他那個爪子的抓力抓下去 真的就像九陰白骨爪一樣 其實皮開肉戰 而且他馬上一飛就把你帶走 所以其實他不是只有嘴巴力而已 他的爪子也很利 所以我們說這些腳鷹 這些金雕 他力量很強 他又會飛 他真的是很可怕的頂級掠食者 看那天空當中 老鷹可能會從一個不知名的地方 俯衝而下把你捉到 但是看著那街頭當中 你會注意到在那暗像當中 可能會有個殺手突然之間出現 在那前天的晚上 蘆洲殺手出現了 五秒鐘之內 三槍讓人避命了 整件事情讓人非常覺得吊詭 是 立剛 這個保佑公主委劉寶寶生 他現在被加這種行刑式的槍決之後 現在據說已經引起黑道的 一個非常大的波瀾 據說現在有黑道已經開始 下令要活戳這個槍手 你意思說 是 黑道已經下達追棄令了 追殺令要 我跟你講 他們現在這一次不是要把他幹掉 而是要先把他抓起來 抓起來之後 當然如果這個槍手 真的落入黑道兄弟手中的話 我想他下場一定很悲慘 恐怕不是單純被處決掉 這麼簡單而已 問題是 昨天前天一直有傳出說 關於劉寶生的種種東西 現在看起來好像都不對 怎麼說 第一個 他可能不是天道蒙分子 第二個 他可能也不是 尹國居的女婿 什麼 你講的這些難怪 前面講的都是 都是錯誤訊息嗎 據說有跟他比較熟的 劉寶生比較熟的人爆料 他就說其實這個劉寶生 嚴格想起來 他應該是從坎頂那邊發跡 也就萬華內袋發跡的 他當時就是因為跟著 坎頂的大哥 然後趕平趕衝 你知道 因為他外套很恐怖 所以他做事情也是滿瘋的 然後就什麼東西都是 一鼓撒氣又悶頭望前衝 所以據說當時 坎頂這邊的大哥很賞視他 後來這個坎頂的大哥 就跑到澳門去也是一樣 介入這種賭場的生意 然後結果也帶他一起過去 就帶他一起過去的時候 據說他就在當時認識的這個小莉 這個小莉其實是 尹國居的老婆的妹妹 也就是尹國居的小姨子 所以不是尹國居的女兒 所以也就是說 他跟尹國居之間 其實跟這個坎崖居 他應該不算是他的女婿 而是跟他是大小的 也就是連經的關係 這個關係也是非常非常的親密 後來他這個老婆 很不信的 在六年前 因為在派對的狂歡 他快要被發現死在酒店裡 據說這個尹國居的太太 還特地從香港飛過來 看到妹妹最後一面 然後據說他當時一邊 流眼淚還一邊痛罵劉寶生說 我妹妹交給你 都沒有幫我好好照顧好 所以假設這是真的話 那表示他跟劉寶生跟尹國居 真的是連經的關係 再來他既然是砍頂發機的 砍頂發機之後 後來他就因故 就被抓進去關了 據說他一關就關了好幾年 關了大概9年多之後 放出來之後 放出來之後他就開始 去跑到蘆洲這一帶 開始經營土方的生意 他經營土方的生意之後 土方利潤大 利潤越來越大 所以他身家 所以很多人看了眼紅 至少上億 所以他也得罪不少人 你知道土方這種生意 本來就會得罪很多人 然後結果他這樣子 他也沒有加入任何幫派 但是很多幫派都很欣賞他 據說竹聯邦還曾經要求說 乾脆這樣 你在蘆洲那邊勢力這麼大 乾脆我們竹聯邦成了一個 新堂口 你就在蘆洲這邊做刷頭 你當堂主 據說劉寶生後來拒絕了 他也不願意就是說 加入竹聯邦 也就是說他實際上 也不是竹聯邦 也不是天道盟 他算是自己成了一個角頭這樣子 但是問題是 為什麼會說他是天道盟 因為他去年的 去年的國王樂儀隊這個事情 就不是鬧很大嗎 他的小弟不是也很囂張 他直接到雲林那邊去圍堵人嗎 直接把他們整個團的人都圍起來 甚至在大團圓這些東西 當時因為他的小弟這些 跟天道盟之間有很多的牽扯關係 所以很多人就誤以為說 他其實也算天道盟的大哥 實際上他並不是 他只是就是跟 他的小弟跟天道盟有一點關係而已 這個人他其實就是 當了保佑公主委之後 據說他變得更低調 因為他常常必須要去參加一些餐會 婚商喜慶都要去參加 據說他未死他還戒酒 因為他怕被人家狙擊 怕會出問題 所以他戒酒都 所有的餐會這些他都不喝酒 他每次出去的時候 所以沒想到 他居然到這些餐會都不喝酒 他都不喝酒 然後旁邊一定固定跟著兩個小弟 甚至連出門的時候 開車一定是前面一台車 後面一台車把他保護著 他就表示他很怕被人家偷襲 也就是說可能有一些危險 會出現在他身邊 但是問題是人算不如天算 結果他還是在保佑公的 這個平安宴上面 結果直接被人家殺手狙擊 還是當場死亡 所以這個時候 有的時候江湖路 最好還是不要走 因為這個後面會出現 很多你預防不到的東西 同樣的我們知道 兩年前也發生過類似的案件 2014年同樣平堂的堂主 竹園幫平堂堂主田振宇 一樣被人家狙擊 而且也是在眾多人的面前 對 也是在這種平安宴的情況下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理由非常簡單 因為第一個 平常這一些 幫族或是堂主 他旁邊防範很嚴密 旁邊都跟了很多小弟 像這次田振宇 就帶了七個小弟去 你覺得很容易狙擊他嗎 當然不容易 然後第二個 你如果在一般的餐廳場合 他可能 他通常 他背後一定是保護住 不會有人從他背後偷襲 所以你要從他正面去偷襲他 就很困難 可是進來的話 人家就會注意到 然後問題是在這種平安宴的 那麼多人又是流水席 又在戶外 對 又在戶外 大家又坐這種大圓桌 你很難防範 不管有什麼人接近你 你都沒有辦法顧及 所以他們最喜歡 找這種地方來下手 讓你根本沒有辦法防範 同樣 田振宇也是一樣 田振宇當時就去惡林 參加關聖帝君的平安宴 結果他你知道同桌 他是坐在首桌 那一桌有他七個手下 然後還有很多旁邊 全部都他的朋友 照來講沒有人 有可能偷襲他 結果一個輔大的休學的學生 居然帶一把槍 直接走到後腦邊 對他後腦就連開三槍 你知道 後來等他倒下來之後 對他胸腹這邊再開三槍 然後就當場把他擊斃掉 後來還 就算是七個手下 你看到有人開槍 你還是沒有辦法攔住他 結果他還是重重融融 後來有人接應他 就開車就逃走 這個田振宇是什麼來頭 其實田振宇也是 從年輕的時候就開始在混 混了之後後來就開始 就是搞一些組織犯罪 到處收小弟這些東西 後來也是被判進去關 他本來當時還是平常副堂主 副堂主就進去關之後 你知道通常我們叫這種叫什麼 叫出國生兆 你知道 出國生兆之後 好聽叫 美名叫出國生兆 對 這個出國遊學歸國之後 就反而犯罪本事更好 就升堂主 變平常堂主 然後你知道他變平常堂主之後 不但是以前收保護貴 這些東西照幹 他甚至去勾結 你知道 他當時去找上LALU的 投手教練林光宏 他去幹嘛 你知道 難不成你職棒遷毒 職棒遷毒 打假球 這個事情也來做 他也想要來賺這一條錢 結果他這條錢沒有賺到 反而還賠了好幾百萬 後來他還去壓了林光宏 把他挾持起來 所以才這樣出名 後來他就想說職棒這個錢賺不到 那就改賺什麼 改賺那種夜店收保護費 所以他去到處去砸東區的夜店 連砸四間夜店 甚至砸到黃立成開了PRIMO 也被他砸了 所以他的名號就越來越來越有名 警方也開始在注意他 結果後來他為什麼會被人家 這樣槍擊掉 就是因為這個 你知道這個是個 輔大體育系的修學學生 照理說只是個體育學生 背景應該是比較單純才對吧 我跟你講 其實他背景也不單純 因為第一個 這個人是中堂的小弟 他們也是竹聯邦 同樣都是竹聯邦中堂的小弟 第二個這個黃建源 他自己講說 他這一夜店好幾次都被他打 被田正宇打 所以他心裡頭不服氣 但是真的只是因為 這一夜店被打幾次 就讓一個大學修學生 直接拿槍用行刺的方式 去把他幹掉嗎 立剛你相信這樣嗎 當然不可能 是 所以很多人認為 這其實是幫派堂口之間的 利益糾紛 才會造成最終這樣的結局 說到這幫派堂口 他們的利益糾葛之下 其實真的會引發一些殺機 看89年的時候 天道蒙太陽會有一名大哥 他也是身中樹漿而死亡了 可是注意這凶嫌 兩名凶嫌最後都被判無罪 這是怎麼回事 89年8月16號晚上8點半左右 這個在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 這個吉林茶行 老闆給方士祥 他的綽號給小獎 那一天晚上他正在跟兩個人 坐在這個茶行泡茶 你知道嗎 突然有兩個頭戴 鴨舌帽的人走進茶行裡面 只問一句話 小獎有在你嗎 老闆你聽說要叫我的名字 我就這樣坐起來說 我就是還沒有講完 那兩個人開了13槍 這麼狠 方士祥身中三槍之後 就當死亡了你知道嗎 其中他的小弟 一個叫林健豪的 屁股中了一槍 但問題是旁邊那個 我剛剛不是講三個人在泡茶嗎 沒錯 另外那個也中槍了 但那個人的身分比較麻煩 怎麼說 因為他是警察 什麼 那個坐在一起 喝茶的是警察 那個被打到的叫林芙來 他當時刑事組的組長 他也中槍 所以這個事情 那個時候一出來之後 所有人都很震驚 開什麼玩笑 警察跑到那邊去 怎麼也被人家開槍打擊 這是真不單純 結果後來警察在查的時候 發現到這個好像跟天道盟 自己內部的恩怨有關 為什麼 我們剛剛講說這個方式 想它是屬於太陽會的 但是警察 他一開始掌握的線索 說這個開槍的 應該有可能是一個叫劉昭遠 還有一個叫劉士維的 這兩個人是同心會的 警方也掌握說 他們有個開車的小弟 叫做林中堯的 這三個人統統統都掌握了 可是為什麼這個 大家才會這樣打起來 警方就研判說 這個可能跟基隆有個酒店 遭受槍擊案有關 結果他覺得說兩個會裡面 因為有這個恩怨 所以大家狹願報復 才開槍打人 問題就來了 你知道這個案子到最後 就像你剛剛所說的句 會無罪你知道嗎 對啊 事實上警方當時鎖定這兩個人 劉昭遠跟劉士維的時候 你看這兩個那時候 被拘捕到案的畫面 這兩個人那個時候是在 潛逃到大陸去你知道嗎 結果隔了幾年之後 劉昭遠被從澳門 解送回台灣 解送回台灣 押解回來台灣的時候 當然你地監署什麼 就趕快就把這個案子 這個吉林場 這個槍擊案就開始辦了對不對 當時因為劉士維 人還在大陸潛逃 所以你根本沒辦法抓到他 所以另外這兩個人 一個車手 一個槍手 這時候就被起訴了 結果起訴的時候你知道嗎 現場突然出現不太一樣 好像口供也給改了 首先對 首先是這兩個人 他就到庭上去的時候 他講說沒有 我們不認識的 不認識那個方士祥 連那個車手都講說 我沒有載他們去 我沒有載人去 你怎麼可以講說 是我們開的牆 你這麼講 所有的事情都推得一干二淨 第二個是 我們剛剛講說 方士祥不是被擊斃了嗎 他的小弟被打到屁股了 結果他的小弟也翻貢 警方第一次問他的時候 他說你看到那個歹徒 是長什麼樣子 好 我覺得他們應該是方形臉 方形臉 像我這個大臉 結果沒有想到 到庭上的時候 他該講什麼你知道 說什麼 我覺得他們好像是瓜子臉 臉型都看錯了 就變成像你這個小的你知道嗎 好 當時庭上也覺得 就是說第三個 對 第三個疑點 歹徒 他就說 這個行兇的人他戴著鴨舌帽 鴨舌帽又壓得很低 只有鼻子以下露出 開了第一槍之後 這個小弟就是我們剛剛講說 這個目擊症的 這個屁股被打到這個小弟 他轉身就跑 警方也懷疑說 你這樣是 你真的看得清楚人家的容貌嗎 你說這兩個人潛逃到大陸去 大概不是因為這個 吉林查航的槍擊案 是因為別的案子 所以居然就後來判決他們無罪 在這個案子上面是無罪了 證據不足當然要無罪 是 可是我們講到說 像這種黑道裡面殺來殺去 天道謀 這個殺來殺去 其實在台灣的黑社會 還真的很多你知道嗎 曾經有個在萬華地區 有個叫方明館 方明館其實很有名 因為很多角頭老大 這樣子集起來 方明館就是一個組織 這樣子去裡面也發生過 小弟殺老大的案件 而且那時候全台轟動 這個案件發生在73年的時候 當時方明館有個老大 叫做林春芳 他叫他多虎 真可憐 結果被他的小弟叫做梁國凱 綽號叫緊竹呆這個人 居然給他槍殺了 為什麼你知道 為什麼 因為這個梁國凱 他其實本來是跟著 另外一個大哥 可是後來那個大哥 被彰彰掉之後 他就覺得說 我在黑道裡面混 因為他敢衝敢打 結果這個骷馬就看上他 看上他之後就跟他講說 外面的天下給你去打 當然這個金竹大義 梁國凱他就很開心 覺得老大看中 他就到出去打天下你知道嗎 可是打天下的時候 說實話 老大通常在後面 有的時候就是吃香喝辣的 有時候也會有 小弟總是 小弟在前面拚命的 小弟總是會有一些心聲不滿 結果一個事情起了殺雞你知道嗎 有一個叫做阿伯的老大 他那個時候生日 結果梁國凱 老大就跟他說你去 你叫他祝壽 他就去了 沒想到阿伯不知道是開玩笑 就跟他講一句說 你們哪裡沒來 你這類的來 因為這樣梁國凱就不高興你知道 他就覺得你看不起我怎樣 拿了槍就對阿伯的身上打 直接當場開箱 就往他身上打招呼你知道嗎 你打招呼之後人家當然生氣 這時候梁國凱就知道說 自己出事了 他回去找庫瑪說 你是我長的 我拿你出去看不去 結果沒有想到 庫瑪居然跟他講說什麼 說什麼 你自己做事自己當 他甚至跟外面講說 我跟你講他開箱的事跟我無關 所以梁國凱這樣很生氣 你知道他找到機會 就彈掉了自己的老大庫瑪 問題是你彈掉老大之後 其實所有黑道都要找你 他那個時候又覺得說 我要跑路 可是跑路要有盤纏 他就到處去勒索 甚至還進了一把衝鋒槍 衝鋒槍之後到警罰也沒有辦法 你火力之強大 到最後把他列為 十大槍擊要犯之手 結果後來在一次 圍捕的過程當中 他整個抵抗了30分鐘 自己喝下那個青花霧自殺而死 所以你看像這種 黑道火拼來火拼去 然後昌殺老大這種事情 在黑道裡面 我講實話 真的是會引起一陣信風血雨的 沒有想到 這黑道之間的利益糾葛之下 居然是自己互相之間的 這樣的砍殺 可是我們說到 這劉寶神他被殺 現在大家講到 澳門14K的崩牙居 但說到崩牙居跟劉寶神之間 是一個連進的關係 但說到澳門 你就要想到那賭場的事業了 其實這賭場的風雲當中 還有一個人 那個人叫做洗米華 他是誰 他是崩牙居的徒弟 我們昨天講到 澳門的賭場教父 崩牙居對不對 他被關了之後 其實後來澳門出現一個 新的賭場的教父 就是叫做洗米華的周卓華 他是他親手調教出來的徒弟 而且他們兩個中間 很多地方是非常非常相像的 都是好像從小 你看這個就是洗米華 他是很小的學徒出身 他還是個型男你知道嗎 兩個人很多地方很相像 喜歡唱歌 喜歡演藝事業 長得像明星 像明星 他就是個型男 這個洗米華 他也是從小弟 他們是怎麼樣 借錢給人家 他是他們天橋底下的那個地方 到處要借人家錢 因為去澳門很多人 錢都不夠 借錢 每天就靠這個借錢 他非常非常的厲害 在這一招裡面花招百出 所以他的利潤獲利是非常非常高 這都是崩牙居 親手調教出來 那我們知道洗米華 現在在 我們在香港在兩岸三地 有多紅你知道嗎 他得到這個崩牙居的真傳之後 從事這個演藝事業 他有兩個上市公司 都跟娛樂事業有關 太陽娛樂事業 他做什麼技術 他拍很多很多的電影 包括低俗喜劇 這個戲還有入圍金馬獎 還得到亞洲銀產最佳影片 洗米華他公司拍的戲 還可以得到我們的獎 對 正中機 因為這個片才贏了 金馬獎最佳男配角 所以你看洗米華多麼厲害 多麼會操控這種的公關事業 這個戲現在拍了 他的公司太陽戲演 已經拍了十幾二十部電影 甚至於他跟大陸高層的關係 就是很多人會到他的賭廳 來買賬 來做很多很多的賭博的事業 所以洗米華 他又用他自己什麼 他最厲害就是把自己的緋聞 他這個一夫二妻的事情 在香港是吵得沸沸揚揚的 年紀也不太對 這種事情大家都要低調 他怎麼反而那麼高調 因為他從事的就是演藝 工作演藝事業 他叫太陽娛樂事業 所以他用這個緋聞 他不像說我們昨天講崩牙劇 是炒作自己的這個賭場事業 洗米華他轉向 他炒作的是他的緋聞 所以他每天都上社會版面 上新聞版面 娛樂版面 甚至於人家一直報導這個 所以也炒作了 他的這個賭聽的生意來了 而且相對的也把他自己本身的知名度 再炒高了 他天天都上影視版的頭條 到現在還在炒作 他到底要不要 他到底要不要離婚 要不要去娶他那個melody 在美國都在生小孩 到底要不要娶 這兩天還在炒說 他跟他的原配又不要離婚了 好 但是因為他在演藝圈的脈絡 這麼深 拍這麼多的電影 又跟大陸高層關係這麼好 為什麼 他的賭聽的生意 就所有演藝人員都會來捧場 所以有這樣的加持 你知道嗎 他還做了一件事情 他的這個 他還做了一個就是 所謂的網路賭博事業 他到菲律賓去拿了一張牌 在菲律賓做網路的一個線上賭博 這個事情就超越過他的師父 崩崖居了 所以新米華現在 你知道他累積的身價 已經達到了10億 10億澳幣了 所以就是清除於藍 好 那我們再來講就是說 澳門的這個賭博多麼的吸引人 包括有一個人前幾年 也出現在這個澳門賭場 把大家嚇壞了你知道嗎 這個人你仔細看 這就是我們曾經說他這個 現在精神狀況這幾年 一定不太好的藍結音 這藍結音 被封為香港四大癲網癲後的藍結音 他平常在香港被拍到 都是這樣棚頭垢面 然後坐地鐵 邋哩邋遢的 而且他都說精神狀況有問題 藍結音當年就是 驗覺舞台三為什麼 可是是當年的他 驗覺舞台三的意思就是說 那時候香港有五家電視台 他是所有裡面最漂亮 比劉嘉玲 比曾華倩 比誰都要漂亮的 那他照理說應該會比 他們還要紅才對 但是他後來因為精神狀況 出了一點問題 沒有辦法拍戲 甚至於常常就是在流落街頭 要靠政府的救濟金 你說到了流落街頭 怎麼會這麼慘 你看這畫面 怎麼會這樣子在街頭 他常常在街頭發呆 有時候坐捷運 還貼了一張面膜張去坐捷運 他有一次打案了政府的 補助金 救濟金之後 一夜之間就被偷光了 還靠劉德華給他十萬塊 接近他 他才有辦法去吃飯 你知道嗎 好 但是這個澳門賭場的 這個吸引力這大 把藍結音也吸引來了 大家一看到說 這不是那個顛後藍結音 怎麼會到澳門來了 打扮了這個非常的盛裝 而且他們一看到他 一到澳門就到提款機去 一提就是五千塊港幣出來 他口袋裡怎麼有那麼多錢 對 剛好是瓦宅給他的錢 所以拿不成就這樣拿去賭掉了 一進賭場果然去賭了 他先用拉霸機 拉拉拉 好像都輸了 輸還是贏 對 有小輸小贏 後來看到他改賭百家樂了 百家樂這個照片 就在百家樂的時候拍到 這個輸起來不得了 對 他們看他就 好像剛贏了五千塊 後來變成七千塊了 你知道嗎 賺了 他們說藍結音不錯 手氣很好 好 他接下來 把他贏了七千塊 一把就賭下去了 結果七千塊 全部都沒有了 後來夯不囊當 當那個晚上藍結音 我們這個顛後 第一次到那個Casino去 然後他那天晚上輸了 三萬塊港幣 三萬塊港幣是十幾萬 所以他要靠政府救濟金 還要靠瓦宅這些人 接近他的人 一夜之間在澳門 也可以賭掉三萬塊 所以你就說 澳門這個賭 多麼的信任 我們再來講 其實還有一個人 如果你看到這個照片 你會嚇一跳 這個叫曹達華的 這個很有名 他那個時候拍過如來省長 最佳拍打 是非常資深有名的硬底子的演員 好 那有印象了吧 可是你知道嗎 他在這個澳門賭藏 栽得有多厲害 怎麼說 這個叫做達叔 華叔的 他在香港 因為那時候是 粵語片時代很紅 他說他是當家小生 拍了幾百部的粵語片 是個帥哥 對不對 好 他那個時候 因為香港那時候的物業 非常非常便宜你知道嗎 他的物業最好的時候 是有整條街的物業 一整條街 還有你看這個時候 香港最新第一部到齊的車子 就是他所擁有的 所以他多麼 因為那時候是知名的 帥哥小生 整條街的物業 還有一間戲院 還有兩個片場都是他的 可是那這樣說起來的話 他應該這個口袋裡面 是不是滿深了 對 那也是一個非常這個 資本雄厚的一個演員 後來你知道嗎 因為影片沒落了 他就很落寞 每天做什麼事情 做大船到澳門去 幹什麼 去賭過去 完了 再多的金山銀山 賭過去可能什麼都沒了 好 手氣來的時候 就是小燕 手氣不好的時候你知道 他曾經一夜之間 輸到什麼程度 輸到什麼程度 他曾經輸掉六層樓 一夜之間輸掉 一棟樓就這樣輸掉了 跟一間戲院就這樣輸下去 連戲院一間就這樣 一個晚上沒了 一夜之間他可以幹這種事情 好 後來你知道嗎 他幾乎他把他們片場 他的叫做華達片場 達華片場也整個輸掉了 所以人家得把他仔細計算 在當年他們幫他計算就說 他大概輸掉了當年是三億 三億港幣 可是因為那都是物業你知道嗎 買下他片場的人 人家現在那片場 已經值好幾十億了 所以他們就說 他當年輸了三億 現在大概值十幾億 所以這個達叔他後來真的是 晚年其實情況滿不好的 所以他可以說是香港藝人 在澳門賭場 摘得跟頭最大的一個人 看到進拿賭場裡面 你不要覺得大把插把 鈔票費會放口袋 可能還真的放不住 不過這義營的被盜案 你會發現有人在山裡爬爬 撿到了大把的鈔票 真能往口袋放嗎 那個阿伯他放在家裡面 還真是疑雲重重 台北市內湖區的65歲的 柯姓老翁 7月20號早上跑到了 住家附近的西湖公園停車場 附近的登山步道 人機罕至的地方 然後撿到了義營盜領案當中 警方一直在追棄 剩下的所謂的張款 對 結果當時他看到了 他跟警方講 他看到了這一筆錢 他嫩了兩個小時 他手上體內在黑黑什麼東西 這個是後來被警方 調出了監視器影像 他在回家的時候 拎著一黑一白的塑膠袋 袋子裡面的 就是那個現金白花花的鈔票 警方現在懷疑 這個柯姓老翁 他可能涉及了 這個張物搬運罪 可能涉及最重五年 有期徒刑的罪行 所以他拿了這些張物 他可是犯罪的行為 恐怕不是一開始跟著兒子去 報案說這個實境不媚 是 可是你看那陳甸甸的 鈔票提起來好像還滿重的 因為一開始他說 他跟警方講的說法是指 到了內湖的山區 西湖公園田生堂附近 那個登山步道 他是習慣到那邊沉運 然後到那邊去餵小動物 警方當時也奇怪說餵動物 你為什麼要到那個 很少人會去走的地方 很偏僻 而且是一個死路 他就講了不出來 然後就說就是餵動物 好 結果後來 這一定要怎麼餵動物 旁邊全部都是樹林 你看到後來警方帶著柯先生 重回到這個現場 然後告訴警方說 他是怎麼撿到這些錢的 其實他繞來繞去 一度走到了當時 警方帶著當時祖賢安德魯 他丟棄賬款的這個藏匿的地點 這個地方的確是很難走 連記者在走這個地方的時候 都是泥泥絲滑 依照他提供的路徑走上去 走沒30公尺就要摔了好幾跤 而且那邊蚊蟲很多 雜草和樹木很多 真的很難走 可是這樣很吊詭 誰會到那邊去乘運 誰會走進去 除非你有目的才會往裡面走 而且既然撿到錢 實情不昧 你照理說就原封不動的 把它拿走 怎麼會說那個電腦包裡面 包的本來454萬元 他把電腦包的錢 裝到了這個一黑一白的 兩個塑膠袋之後 把那個電腦包丟棄了 丟到30公尺遠的地方 這似乎不合常理 你撿到的東西 東西裡面裝的那個袋子 連袋子內內外外 你應該全部一起交給警方 所以這一連串 種種不合理的這個情況 都讓人家覺得說 你是不是根本就是 故意回去尋保 所以才會被警方 以這個可能觸及了 這個搬運賬物罪給含送 好 其實講到義營盜領案 這是最讓大家印象深刻的 其實台灣史上發生過 最大額的這個監守製導案 就是畫面上看到了這個 當時的星光保全總部 他們金庫值班中心的 副主任雄耀國 為什麼懷疑他監守製導 因為當時在1999年 在新年元旦假期的時候 大家都在過新年假 結果後來當時 這個星光保全總部 卻有175公斤重的黃金 還有120萬元的美金 還有1億7千萬元 新台幣的現金 總共高達3億元的黃金加現金 不翼而非 當時連著這些黃金現金不見了 就是雄耀國 而雄耀國 剛好他就有那個金庫的鑰匙 所以他可以開進去 然後他可以看到裡面那些東西 那些錢和3億元的現金 跟黃金不見了之後 他也人間蒸發了 而且關鍵的金庫裡面的 這個銀貸監視器的畫面 竟然被消失了 銀貸也不見了 是 然後大家都想說 奇怪 星光保全總部 至少是三個人一班 一個班 為什麼他可以這樣 可能三個人縱目回家 把這個現金跟黃金 無鬼搬運給帶走了 這就怪了 原來他可能是趁著交班的時候 沒有人再注意 他就溜進去了 把一塊一塊成墊墊的黃金 然後包括這些美金 還有新台幣的現金 趁機趕快一個一個搬運出來 搬運出來之後 後來太失蹤不見了 當然 雖然監視器裡面 金庫跟雷監視器拍不消遲 但監視器外面 就金庫外面監視器畫面 還是有清楚拍到 他一次把那些現金黃金 搬到外面的這個小貨車上 果然應該還是有人接應 你看居然有影像 還是拍到他的搬運的畫面 不可能一個人可以獨立完成 三億元的現金加黃金的搬運 所以似乎可能至少 警方不排除至少三四個人 跟他一樣 這樣子在一起接應他 當然另外一個 金庫班值班中心的副主任 鄭兆平就被懷疑 他一直被帶回去撤謊 還有這個徵訊約談了三次 結果他一直喊怨 後來有過了四年這個案子之後 警方接獲線報說 可能在桃園地區有這個 聽說有他藏黃金的地點 好像在以前一個釣蝦場的地方 因為他以前喜歡去那邊釣蝦 那是一個大水池 後來填平了 他藏在那個地下 而且聽到他前期有在透露 相關的線索說 因為那個金子可能裡面都有 把他裡面很重的這個罕千 把他放在那個地下 然後他比較就帶不走 所以結果有金屬反應 去挖 你看當時警方去開挖 開挖一整天下來 有沒有挖到 毫無所獲 沒挖到 對 不是有金屬反應嗎 所以過了好幾年 又過了五六年 七年 還是有人說提報說 有可能有他的線索 但是怎麼找就找不到 這個案子已經過了十幾年 警方還是沒有找到 那三億元的這個現金跟黃金 也沒有找到雄耀國 這個案子已經過了 人間真發了 對 已經過了竊盜案的追訴期了 警方依法沒有辦法再起訴他 但是這比三億元的黃金 跟現金巨款 到底現在在哪裡 還有這個雄耀國到底去了哪裡 現在還是一個謎 看著那金庫裡面 白花花的這銀子 白花花的金子 再加上一些鈔票 你覺得這些人 如果他本身心懷不軌的話 可能就會有所動作了 但是開在路上的那運鈔車 裡面的鈔票可更多 有些人腦筋就打到 運鈔車上面去了 是 立剛 2007年1月的時候 當時是跨年假期 當時衛豐保全 他們就協助中有在各地收款 收了大概好幾億 準備第二天一早 華南銀行他們 中正分行那邊開門 還有台灣銀行總行開門 就把這一錢全部都放進去 對 這個時候 這個司機叫李漢楊 然後這個保全員叫林榮德 這個時候李漢楊 他們早上9點準備要出發的時候 這個李漢楊就很好心 就帶了三明治跟奶茶 給林榮德說 你一定沒吃早餐 吃著早餐 我們再一起去出任務 然後結果這個當然也很正常 同事 請吃早餐那剛好 然後他就把這個早餐一吃完 一吃完 人就昏了 就睡著了 等一下 怎麼會吃完就睡著了 因為裡頭被嚇了迷藥 所以也就是說那個早餐 裡面有迷藥 裡面有迷藥 結果他等到他醒來的時候 他醒來的時候 是那個手機也想什麼的 因為公司在狂Call他 他醒來的時候你知道 他不是早上9點吃了早餐嗎 他醒來的時候 已經下午2點了 睡了這麼久 是 已經睡了5個小時以上 那車呢 我跟你講他一醒來 嚇到了 車上不見了5000多萬 5600萬不見了 所以就是說他還在車上 可是車上的鈔票 全部都不見了 對 車上差不多5600萬不見了 當時後來就巡見就發現 這個李漢陽他一開始還很鎮定 他把那個錢先送到 1068萬 先送到華南銀行中正分行 接下來他把那個 用他自己預先準備好的背包 把那5600萬 全部都塞到背包裡回去 李漢100萬 大概就差不多1公斤 所以5600萬是56公斤 很重 對 非常重的 那怎麼搬 那就是一個大背包 他就想辦法把他搬就走了 所以當時 很多人就懷疑說 他是不是會有共犯 因為一個人要處理 1560公斤的東西 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然後結果一開始想說 這筆錢有可能追回來 因為為什麼 他就算出國 因為當時已經發現 這個李漢陽 接著就立刻出國 出國的時候 他身上沒有帶那麼大的行李 所以就是說那筆錢 一定在台灣 他應該還在台灣 所以警方是很有信心 可以追回來的 然後結果警方就開始 到處去追查 因為從那個 就是中繼看來 李漢陽應該不可能 有這些東西 結果這個李漢陽 果然他只帶了30萬 因為最高上限 就帶30萬 然後帶30萬 就飛到中國大陸去了 結果我們馬上跟 中國大陸那邊的公安 就公布這個案子 結果不到一個禮拜 他就被抓回來 人馬上被逮了 被抓回來 那就破案了 是不是 那事情應該就很簡單 那錢應該也可以追回來 反正只要 他一定講出來 錢在哪兒就知道了 但是問題是 接下來問題來了 對 他確實有告訴警方 但是一個簽一個 警方只好一個簽一個 去抓人 結果他先告訴他說 他有一個共犯叫劉文龍的 結果劉文龍被抓到之後就說 我把錢都 我是叫邱偉勝負責去當車手 然後這個邱偉勝說 我是去跟台商 謝振球去借的車子 我中間拿了 我拿75萬我的費用 剩下我就把這個錢 全部都交給謝振球的老婆 林碧珠 這個林碧珠 就一個簽一個就被簽到了 林碧珠說 我錢不在我這兒 我沒有拿過 我確實 邱偉勝有跟我講說 他把錢幫我這兒 但是我覺得這是犯法的事情 我不做 所以我不要 我就沒拿這筆錢 警方說真的嗎 這麼多錢你真的會不要嗎 不行動嗎 後來就經過一段時間訊訊之後 終於突破他的刑法 結果他承認說 對 錢是在我這兒 但是不是放在我身上 我放在溫泉路的一家 理髮廳裡頭 理髮廳 對 在北投溫泉路的理髮廳 怎麼可能會在理髮廳裡面 這就很奇怪 警方就趕快去那個溫泉路 那個理髮廳 結果你知道嗎 他在三樓的一個衣�頭 就找他兩個手提袋 裡頭真的一千多萬 一千多萬就放在裡頭 很多人就直接想 你這個一千多萬 放在你這個理髮廳裡頭 你這個老闆娘是不是 你是不是跟他串通了 因為購謀吧 對 結果這個老闆娘說 不是啦 我怎麼知道他說 他要既放東西 既放在我這兒 我就說那你就放在這裡好了 我怎麼你知道 裡頭是一千多萬 然後當然他是喊冤 他說這一千三百 三十二萬八千元 就這樣被找回來 可是問題是第一個 總共是五千六百萬 那另外四千萬 還有四千兩百萬 跑哪去了 不知道 沒有消息 我跟你講後來 就一直巡見一直追查 後來這個李漢陽就承認說 沒有啦 當初我就不放心說這個管道 我怕他們會黑吃黑 所以我另外又透過 另外的地下匯隊的管道 我透過在高雄經營遊行的 陳信父子 又幫我把錢 就匯了三千萬 匯出去 後來這陳信父子也被抓到了 那陳信父子說 沒有 我根本就沒辦法 匯這個錢 這個錢根本不在我這邊 所以到底現在剩下的錢 到底在哪裡 這麼多年過去 其實錢還是找不到 李漢陽後來被判了9年多 如果以時間算算 他現在也出獄 所以 那這樣子的話 是 那剩下這四千兩百萬 是不是到底在哪裡 還是這個李漢陽 又去享受這四千兩百萬 沒人知道 看著那些這些犯罪的行為 可是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在於 許多的財務在裡面 如果你不心動的話 這些違法的事情 都不會做出來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我們說在生物界當中 如果老鼠遇到貓的話 那貓可能飽餐一頓 但是如果老鼠遇到大象的話 會是什麼樣的結果 其實很多動物都怕老鼠 我們覺得老鼠看起來好像很可愛 可是如果家裡有老鼠 真的很困擾 那外國的話 就有一名這個屋主 他就發現 他家裡怎麼好像有老鼠大便 他就請這個維護工幫他處理 結果真的抓到了 但是他真的看到老鼠以後 又心軟 對 他又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他就想到 這涼梯就涼了 他就拿大罐的蔬菜油 給他一直刀 一直刀 一直刀 結果終於慢慢 這老鼠就掙脫了 結果他又覺得好棒 立剛你猜掙脫的老鼠跑哪兒去 當然跑掉了 回頭跑回他家去 什麼 跑進他家裡了 他不容易找人把老鼠抓到了 結果又跑回去了 抓老鼠的器具很多 剛剛那個是用黏的 把老鼠黏住對不對 有一種是啪下去 會把老鼠直接給啪住的 這一種很可怕 因為他就是用彈簧的力量 你看大家猜 接下來金姐的下一秒會是怎樣 你不能拿走 那個拿走以後 那個配重沒有了之後 那個彈簧會直接壓過來 那個老鼠用力 有時候他那個力量大到 那個脊椎虎都會打斷 對 只剩下皮黏著而已 結果非常恐怖 但是這個 老鼠竟然把上面的牛油麵包 吃掉了什麼事都沒有 可是為什麼 對 大家還很好奇 是怎麼回事 這老鼠是有練過 還是說他很注意到 這個重量的配比 他抓到那個重量的位置 所以他沒有把它踩下去 吃到差不多就不能再吃了 對不對 再吃就完了 還是當然也有人說 可能是這個 補乳劑根本已經沒用了 所以其實你也不知道 不是不見得每一次抓老鼠 都可以這麼成功的 好吧 老鼠我們如果不抓牠 老鼠還是技高一籌 對 你看 老鼠真的很聰明 但是很多老鼠遇在一起之後 就算我們人不抓牠 牠們自己也會打架 對不對 老鼠 老鼠那麼可愛 打架也還OK 來 大家仔細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前面兩隻老鼠 不管哪裡心情不好 跳一跳去 然後還打一打去 可是大家有看見嗎 這兩隻老鼠的背後 其實有一隻什麼 貓 對 大家就想說 這怎麼回事 老鼠打一打 你看還站起來 你不知道在聊天 是在打架 還是在跳舞 可是貓為什麼站在後面看 問題是那隻貓 大家就說貓你怎麼 隔岸關火 你自己過去兩隻都擺平不就好了 當然也有人說 貓的話抓老鼠也其實 大家剛剛有沒有看見 貓抓老鼠也會花體力 牠就在旁邊等對不對 你們兩個打完之後 看誰不行我再來處理就好 但是有趣的是 影片繼續看下去 兩隻打一打跑掉 跑到跑往貓的方向 貓嚇一跳還跳起來讓牠們過 所以其實 現在都世界變成這樣 對 怎麼會這樣子 真的反而貓害怕老鼠 老鼠已經大到 讓這個貓都已經很害怕對不對 剛剛這個還客氣的 剛剛這個貓只是在旁邊 看老鼠而已沒想到 我們剛剛講的還真的 真的有一些老鼠大到會去追貓 來 大家看一下 這隻一隻貓在玩了 看起來原子的 畫面上出現了一隻老鼠 大家猜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那貓在逃 結果這個貓 嚇到這樣逼那邊牠 老鼠在追貓 這個貓竟然嚇到躲在床底下 而不是老鼠嚇到 而且可是我覺得 這隻老鼠並不大 對不對 所以這個貓不當然有可能 當寵物的養久 牠可能沒看過老鼠 可能牠也很害怕 牠竟然不知道說 這個東西竟然可以去抓對不對 不過其實也不是每一次 我們要抓老鼠 然後讓貓去 貓就一定會成功 因為有一些老鼠真的很厲害 牠完全不怕貓 相反的有一些貓 真的很奇怪 牠真的很怕老鼠 來 我們看一下這個 你看 這個貓在轉角一直看 都不趕過來 結果原來是 當然這隻看起來像副鼠那一類 不過沒關係 反正就是這一類 你看 那隻貓怎麼回事 後來你看 終於鼓起勇氣 你看 還刺起來很害怕 有沒有發現 對 你看 可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那個貓怎麼趕快低頭 那個貓真的很害怕 摸摸摸摸吃食物了 是啊 所以其實這世界 是不是有一點反了 怎麼會這樣子 是不是連貓 牠看到老鼠之後 都會很害怕 這個地方不是是牠的嗎 牠怎麼會怕成這樣子 牠是牠的地盤 居然牠反而怕老鼠 所以你看 有時候這真的很難講 到底是怎麼回事 另外的話 大家知不知道 我們現在突然跟大家講到 是這個在黑龍家那邊 有沒有發現 這個是一群狗 那一群狗的話 大家想說一定是有獵物 有沒有 然後大家需要用狗來幫忙 可能是去外面打獵 獵鋼你知道嗎 確實沒有錯 牠們確實是在打獵 可是大家知不知道 牠們其實打的獵物是什麼 看來是那種所謂貓科類動物 對 應該是很大的野獸對不對 或三槍 老鼠 老鼠怎麼跟三槍一樣大 出動這麼多隻的狗 只是為了要抓一隻老鼠 這個也未免太奇怪了吧 到底是怎麼回事 結果待會兒有沒有看見 30斤 我們當然知道 中國大會用的斤是4斤 如果換成我們的公斤 也有10幾公斤 也很可怕 這也很可觀 所以我們才說 現在老鼠到底是大到怎麼回事 另外的話我們剛剛講到了 好 這個老鼠要動用狗來抓 而且在紐約還看到 一兩公尺的大老鼠 你知道嗎 紐約有一些老鼠 真的厲害得不得了 外國有一些老鼠 真的很強 你知不知道牠可以抓什麼東西來吃 牠 雖然就抓一些小小的生物 沒想到竟然連會飛的鴿子 都被牠抓了 有沒有發現 你看 就鴿子這樣半飛半跑半跑半飛的 你也不知道是牠本身就受傷 剛好被老鼠撿到便宜 還是說牠真的就被老鼠 這樣子抓下來吃 所以其實很恐怖 有沒有看見 到最後大家知道嗎 居然鴿子被抓了 真的被老鼠就帶走了 所以其實老鼠真的厲害得不得了 但是大家有聽說過嗎 大象這麼大隻會不會怕老鼠 大象很怕 因為曾經有人說過 大象會怕老鼠 因為怕老鼠會鑽進牠耳朵裡 可是這聽起來很玄 荒妙 對 怎麼可能會這樣 最近有人還煞有介事的做了實驗了 話說這個大象靠近的時候 牠們就刻意的 大家有看見嗎 前方那一坨東西 其實就是大象的分辨 牠們就故意讓牠這樣動一下 為什麼 因為牠拉開 然後一隻老鼠讓牠裡面跑出來 所以大象會突然看見老鼠 但有沒有發現牠會嚇一跳 接下來的話牠還閃開來 對 可能會想說 可能是因為這個分辨 突然動一下老鼠 那個大象嚇一跳 所以牠們接下來 第二個實驗是動一下 但是並沒有老鼠出來 所以這個時候大象 當然看到東西動一下也是會嚇一跳 可是牠繼續往前走 好不退讓的走 所以從這邊就看到 當然也有人說 是因為裡面冒出東西 你不管是不是老鼠 突然有東西冒出來 總是覺得很怪 但是至少這件事情告訴我們 大象雖然很大 突然冒出來的小傢伙 還是可以讓牠嚇一大跳 看到這麼小的小傢伙大象 居然會感到害怕 可是我們說到 在那廣大的湖面當中 嚴嚴嚇著在那湖面滑著水 多麼的開心 但滑著滑著 你卻發現到一件事情 湖裡面也有一隻大東西 在裡面游著 那一定是魚 結果再仔細看 不是 來看看美國紐約 有一名男子在划船的時候 他遇到什麼 尼斯湖水怪跑到美國去了嗎 你看這個畫面 這個男子他很大膽 靠近了滑 滑到紀律他大概四 五公尺左右 他越看越不像水怪 可是又不像一般的魚 那到底是什麼 近看 這是黑熊 黑熊怎麼會在這個 美國紐約這個郊區的五指湖 在那邊游泳 黑熊怎麼會在那裡面 他也嚇了一跳 一旦靠近確認了是黑熊之後 這個老兄也激緊 趕快的這樣慢慢的滑開 閃遠一點 以免他到時候 萬一游過來攻擊他怎麼辦 但是專家也講了 黑熊的個性 一般是很溫馴的 出現在那個郊區 現在這個拍攝的地點 這附近是很正常 不要去驚擾他就好了 好 這是在美國一個大叔 在滑船 竟然會遇到黑熊 如果我們一般去海邊嬉戒 大浪的話 應該就是很陽光沙灘 可是你看到 怎麼有一頭黑豬 野豬 黑色的這個野豬 從這個海邊 踏著讓這個衝出來 這個是發生在波蘭北部的 卡爾維亞海灘 是怪齋了 他怎麼會從海裡出來 由人如知的海灘上 竟然出現一頭野生生的黑豬 這個野豬還衝得很快 好像發狂刺了這個奔跑 奔跑吧 野豬 可是你看他撞了好多東西 還撞傷了人 好多人要去追捕他 可是費得好大勁了 還有有人被他撞傷 可是就是抓不到他 不曉得這頭野豬哪來的力氣 而且還可以跑回去 然後在沙灘上不停的奔跑 說那個時候是從海浪竄出來 讓大家都嚇了一跳 他是從哪裡游到海裡面 再從海裡面跑出來嗎 也讓大家覺得很納悶 好 其實看到動物這個 有時候會很驚慌的狀況 但是如果動物在搶食 你看澳洲有一家野生動物園 保育員在餵養鱷魚的時候 丟了生肉丟出去 結果一群鱷魚在搶 鱷魚動作很快 可是有一隻鱷魚好像動作有點慢 因為牠被同伴咬住了 這個同伴來個轉身 轉圈圈 而且牠的這個嘴巴 就把牠的這個 牠的前肢給咬斷 你再看一次 畫面有點血腥 慘不忍睹 牠可能是不爽牠 一丟到生肉 這個鱷魚就往前走 你看牠的這個前肢被咬掉之後 牠也停下來 牠把伙伴的手給吃掉了 對 左邊的前肢 把牠給咬掉了一半了 你看當時你再看一次這個畫面 生肉一丟出去 這個鱷魚想要往前進 可能是觸入了旁邊的這個夥伴 我都還沒動 你動怎麼動 就咬牠的手 結果沒想到這樣子 轉個兩三圈 就把牠的前肢咬掉一半 這個被咬掉前肢的鱷魚 後來頭也瞪著 咬掉牠前肢的鱷魚 不知道兩個會不會打起來 好 這個就是動物界的這個 落落強死活生生殘忍的境界 但是我們來看看 其實講到俄羅斯的戰鬥民族 牠們也是有樓起人一面 前一陣子俄羅斯的這個大叔 他們七手八腳 好幾個人鑽到車子底下 不知道在找什麼東西 那是充車嗎 看起來又不像 充車怎麼會 車子裡面好像這個底盤下面的 這個避震器 你為什麼避震器毛茸茸的 對 我也覺得毛茸茸的是什麼 結果打開來看 原來是一隻小貓咪 喵西人竟然困在底下 不會吧 貓咪都困在裡面 這幾個俄羅斯戰鬥民族大叔 很有耐心的 想辦法把這個喵西人救出來 你看 救出來之後 每個人還輪流這樣抱一下 好猛 大叔抱著喵西人 真的是可愛 不像平常看到的這個 惡狠狠的這個 俄羅斯的戰鬥民族大叔 所以其實俄羅斯有一些 讓人家覺得有時候就想不透 為什麼有時候 他們就可以那麼兇狠 有時候也看不懂 他們在搞什麼 比如說他們有錢人喜歡做什麼 把車子保時捷超跑 名貴的跑車開到海邊 然後你以為是在海邊這個兜風 不是 把這個車子當跳板 你看到沒有 滑水板 保時捷當滑板 有沒有看過 很過癮吧 板機會刮壞 管他的 刮壞再買一台就好了 我們要開到海裡就不錯了 你看 而且還可以跳到水裡面 再繼續跳海 一個一個魚罐子就跳到海中 然後要不然就把這個車子的 車頂當作是滑板台這樣子 超好玩 而且好幾個人站 那車應該會凹掉吧 所以你看 車頂豪華超跑當車頂滑板 你一定沒試過 好 其實看到國外的老兄 就是有一些出人意表的 創意的舉止 但是你看到加拿大這個帥模 這個模特兒 他的肌肉練得是結實 但是你知道平常陪他練的這個 自己練一身好肌肉是誰嗎 你看 他拿什麼來練 他拿什麼練 拿這個喵心人來練 他的愛貓 他這個愛貓的這個帥迷模 你看 看了很多的女訓觀眾朋友 大概說 我好想當那個喵心人 跟這個帥哥一起陪練多好 你看 練著練著 把他這個二頭肌肉練出來了 還有那個這個你看 他旁邊的這個人魚線 腹肌胸肌 把他當啞鈴來舉 好 很多女訓觀眾朋友 看到這個帥迷模 你也可以試試看 但是不要再幻想了 我不看到這些畫面 你會覺得 有些畫面讓你覺得真的是 覺得太奇怪了 可是說到台灣 現在這時候路邊 如果你聽到救護車 你要怎麼做 當然要讓 可是有人就是不讓 休息下來揭秘 聽到那路上救護車的聲音 你要做什麼動作 趕快看他在哪裡 趕快讓出車到來 但是有些人就是不讓 昨天下午6點鐘在苗 立頭份自強路 有一個救護車 要偶應偶應 後面載一個老太太 緊急送醫的時候 結果前面一輪貨車 他在搞什麼東西 結果擋在救車 不知道要讓路 結果拔他沒有用 閃他燈沒有用 一直鳴笛鳴笛 這樣往右邊靠 他不但不讓 他居然還故意憋車 真的是沒良心 你看 而且居然什麼 他現在前面車 還有很大的間距 這個車還什麼 還是這個小七便利商店的車子 結果好 好不容易閃開之後 要往前衝的時候 他居然還往左邊靠過來 整個擋住救車的路 就這樣良長而去 這個非常沒有良心的駕駛 結果這個影片出來之後 當然小七公司他說 這是他們負責的 傑聖的物流公司 他們的車輛 傑聖公司出來道歉了 人家說台灣最美是人心 這個更是美良心 更險惡的也是人心 他這樣子已經觸犯了法令 要罰3600塊 而且還要吊扣駕照 好 知道這個吊扣駕照怎麼來的嗎 這是2010年 就是中子哥事件 這中子哥條款 當年2011年的時候 有個中子哥信息要消滅你 還是個台大博士班的學生 真的很丟臉 為什麼 救護車後面這個86歲老太太 她要往前的時候 按喇叭閃燈 她不但不讓 她就停在那邊 停在那邊 居然還要舉出中指 後面前面都沒車 然後故意緊急煞車 憋那個救護車的車 救護車那時候是要救人的 車上還有人已經命危了 後面86歲老太太 原本送醫時間應該只要4分鐘 結果她延遲了到5分鐘還到 後來這老太太非常非常難過事 沒有被挽救回來 老太太是過世的 這個中子哥 她也因為這樣子 當然要付出她的代價 她的兩天後她父親 還打電話到Call in節目說 你們不要一直冒我兒子了 我們快被逼瘋了 結果搞什麼東西 你應該是說 你為什麼做這樣的行為 好 她這樣後面被罰了6萬塊 還罰了公益服務 我們來看德國 德國他們救護車消防車 過受風雷一響的時候 兩邊的車輛跟摩西分紅海一樣 自動分開 而且分得非常非常長 你有沒有看到 所有的車都開始整個 讓開來中間的車道 所有車往兩邊靠 所有的消防車 救護車警車 只要離敏敏風雷 他們就是這樣 遠遠幾乎一公里一樣 整個車子就跟摩西分紅海一半 就這樣分開 讓救護車 讓消防車 能夠衝到前面去 趕快進他們的任務 因為他們的任務 真的是救人如救火 救人如救命 我們看著這國外的畫面 我們再想想看我們的台灣 我們台灣有很多東西 還真的有待改進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看著那天空 你會看到天上 有人類的飛行器 看著那天空 你會發現到奇怪的 一個八角的東西出現了 那是什麼東西 在蘇格蘭 蘇格蘭艾爾遇有一個 13歲的男童 他有一天要回家的時候 突然覺得天空上 有個東西怪怪的你知道 他一抬頭看 有一個黑色的不明飛行物體 畫面上給各位看一下 就停在那個上空 而且還停留了時間 滿長的你知道嗎 這什麼東西 這小男孩他說 我看他其實在辦公中 你講飛行有點不太對 因為他就停滯在那個地方 而且甚至他說 我這樣仔細觀察 你仔細看 我們一般過去看到這個不明的 這個所謂飛行物或什麼 你就看到一個影像 但你仔細看他周邊 是不是好像有觸角那個樣子 伸出去了 怪怪 有觸角沒翅膀 那他還能在空中飛行 他說他算了一下 差不多八隻腳左右 這聽起來很像蜘蛛你知道嗎 而且他說他很確定 那個東西看起來 絕對不是無人機 也不是直升機 他就拍下了這個影片 總共有28秒的時間 傳給他的爸爸看 他爸爸一看 這也很怪 事實上這個在高加索地區 那個地方有更多你知道嗎 結果亞塞拜仁國際機場上空 你仔細看一下 這國際機場 是 你看前面的人 你現在畫面上 你剛以為是個照片對不對 對不起 不是 他們也在拿手持拍 因為下面是有人在動的 對 我不講的時候 大家都以為這是一張照片而已 因為看起來很鏡紙對不對 對不起 它是一個影片 而且在下面拍的人是誰 你知道嗎 誰 是機場的地勤人員耶 可是問題那會不會是飛彈 還是隕石啊 你有看過它滯空這麼久的嗎 不可能 他們應該照理說 會拋物線墜落啊 事實上它有在移動 它是由左之右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有兩種類似像水滴形 又有人說它這樣蝌蚪形 對不對 但是它產生了後面那一條 那到底是什麼啊 對啊 大家拍著... 那個跟飛機的凝結尾 也完全不相同啊 這個影片 投箭升空 太空座升空 也不會是這樣的畫面 我們還是跟觀眾朋友強調 這個是影片 不是照片 你不要以為它中間沒動 那個就不會動 但重點是什麼你知道 這個影片上傳之後 大家就開始討論 你有沒有看到 它現在那個頭 稍微往前一點點了 有 但是整體的形狀都還在 而且可以看看下面車子 是不是有人在移動 是 好 有人就在講說 這有沒有可能是飛碟啊 飛碟 UFO嘛 外太空來的嗎 不明飛行物 這個有可能啊 對啊 所以噴出來的 凝結尾形狀不一樣啊 也有人說 這會不會是太空垃圾 太空垃圾要掉到地球上 接觸大氣層高熱摩擦 不對 高熱摩擦 顏色光影影 應該不是這個樣子 那也應該是從上往下 怎麼會進一個方向過去 還平行平行 那結果有人開始也討論說 有沒有可能是彗星之類 彗星感覺這樣飛 有可能 但是好像沒有可能 聽聞紀錄說 彗星在那個時間 有經過這裡嗎 所以大家都發現到 不只是亞塞拜人這個地方有 包含俄羅斯的上空 也有人拍到類似像這樣的一個影像 你在畫面上面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在俄羅斯上空的時候 也是呈現一個水滴狀 你有沒有看到 跟剛剛那個形狀 其實還滿像的 而且只是它的角度 有點不一樣 不太相同 這個大家也講說 但是那個形狀跟紋路來說 有點雷頭 這個反而又有點怪異了 對 但是你先來看看畫面的那個 我跟你講 當時在看到這個景象的群眾 其實很擔心你知道嗎 因為電影有告訴我們 通常像這種奇怪的東西 停留在空中 一陣子之後它會幹嘛 會是什麼樣 它會對地球發動攻擊 所以你意思是說 可能是外星的船艦來到了嗎 所以很多人就開始擔心了 而且我跟你講 不只是在俄羅斯有拍到你知道 英國 英國也有拍到 類似像這樣一個影像 而且這個影像 都不是只有一個人 好 畫面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它就真的是在移動中 但是你看看 這高度應該還滿高的 也是高度 而且你看到後面的那個白 後面那個尾狀的那個地方有沒有 感覺上好像是在燃燒 好像是在噴射 也好像是有這個凝結雲的 這樣一個產生 可是以這個顏色的光芒 您仔細看一看 它像是我們現在已知的 這個所謂的飛行物體嗎 不像 好像不像對不對 對 所以很多人在講說 其實我們地球 存在這個宇宙當中 很多人都相信說 它應該不是唯一一個有生物的 可是你看右邊的畫面 還在轉彎 你有沒有注意到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不規則的形狀在做轉彎的動作 所以他們這個滯空的影片 它一直在感覺像在那裡 繞圈圈 是在偵查嗎 還是在探視環境 所以我們都在講說 地球可能不是全宇宙 唯一有生物的一個行星 我想大家都可以接受對不對 但從頭到尾也沒有人知道說 我有真正跟外星人接觸過 最少要嘛就是一些標本 要嘛就是一些圖片 可是有個地方很奇怪 畫面上的這一個人 他叫做Benrich 他是洛克希德馬丁公司 他的前總裁 洛克希德馬丁公司是做什麼的 都做戰機的 對 他們曾經研究過很特別的 你看 譬如說黑鳥 SR-71對不對 然後還有F-117 然後F-117夜鷹 但問題是他有一次 在這個所謂加州大學洛杉磯 分校演講的時候 他說了一句話 他說什麼 他說現在我們有能力 把外星人送回去了 外星人又沒到地球 怎麼叫做有能力把外星人送回去 現在講到我們的技術 已經可以把外星人送回去了 那難不成說 這地球表面上有外星人嗎 當時記者也都聽到這個訣竅 就覺得有點怪怪 就問他說 你現在講送回去 是不是有可能有星際旅行的一個 那他怎麼說呢 他居然講一句話 這就是這個問題的核心了 說完這句話他人就跑了 那留下大家現場一團的迷霧 那些話是否代表著 外星人真的在那地球上面 但是後面的話可能不能說下去 而人一流煙就不見了 可是說到這地球表面上的 有一些生物 你會覺得很怪異 但是有一種生物 它一分鐘瞬間就會死亡 那個東西難不成 也是外太空來的呢 我們很害怕一些東西 會造成我們人體的傷害 但是我們現在發現了一個 毒性最強 或者是說破壞力最強的東西 我們只要站在它旁邊 一分鐘之內 可能我們小命就不飽了 怎麼會有這種東西 怎麼可能 然後英文把它叫做 Elephant Foot 我們直接翻譯就是象腿 他想說不會吧 大象 他雖然很大 可是他沒事也不會用腳踩我們 對不對 的確你被大象象腿踩下去 的確會死 是不用一分鐘對不對 但是應該也沒那麼可怕吧 來 我們給大家看象腿的照片 大家有沒有看見 他躺在地上 看起來真的還有一點像 一截象的腿 也就是看起來 好像粗粗胖胖長長的 但是大家看到這邊 應該已經知道 他不是真的大象的腿 為什麼會有這個 那是什麼聲音呢 因為他有很強的放射性 你說這個東西有放射性 對 所以你就知道 為什麼我們才會說一分鐘 而且你一分鐘之內 沒有這麼好戲 不是說你瞬間倒地就死了 不是 你可能會頭暈 嘔吐 潰爛 就是在烏克蘭那一邊的 車諾比核電廠裡面 但裡面的話 到底象腿是什麼 原來就是那個時候 整個核災發生了之後 他那邊殘存的一些核廢料 他們就要想辦法處理 所以就把它跟一些水泥塊 金屬桶 儲存物 全部把它封裝起來 看起來就像是一個 粗粗 短短 胖胖 一根一根的象腿 它的這個放射性非常高 很可怕 所以當然 所以它等於這些東西 就是爐心裡面的東西 沒有錯 這是放射性最強的東西 跟這個水泥融合在一起 這地方你知道嗎 有人研究之後竟然說 車諾比核災可能會更嚴重 怎麼說 很奇怪吧 車諾比不是會這麼多年了 這東西已經很嚴重 你怎麼會說 它竟然應該更嚴重才對 因為他們說 你那個時候發生這麼可怕的事情 整個核電廠裡面 應該會連鎖效應下去 應該會爆得更嚴重才對 可是他竟然受到了限制 受到了約束 誰約束 受到了處理 人都已經不能控制他了 所以我們才會 什麼東西來控制了他 對 問題就在這裡 所以才會出現說 他的核災的規模只有這樣而已 不然應該更嚴重 講到這邊很玄對不對 因為他們有人說 當場他們當天要去救的時候 沒想到在他們的反應爐的上方 大概300公尺左右 看到一個直徑好幾公尺大的 深紅色的不明物體 懸浮在空中 那車就很怪了 你是靠近的時候害怕 還是因為輻射線牆 你被影響了嗎 但是卻是很多人說 而且還不止 剛剛不是說是深紅色的東西 漂浮在上面嗎 接下來似乎還有紅色的光束 兩道這樣子照下來 紅色光束 就照在這個反應爐上面 這就很怪了對不對 但是大家聽到這邊的話 不要害怕 因為根據描述 他們就會認為 就是這兩道神秘的光束 這樣照下來之後 使得核電廠的災害 受到有效的控制 這個越聽越怪 可是事情還沒完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事情 是1986年發生的 三年後1989年 那邊又出了一點問題 但是這一次又有人看見 而且聽說是一個醫生看見 看見什麼 他說在那個時候 空中又有不明的飛行物體 但是剛剛講的是深紅色 這一次卻是琥珀色 顏色變淡 顏色不一樣 對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真的有外星人 真的會來對我們做一些好事 幫我們控制傷害嗎 如果你真的那麼厲害 讓他不要抱不就好了 所以其實到底有沒有外星人 可是更重要的是 立剛 你我相信有沒有外星人 似乎影響力沒有很大 誰要相信有外星人 誰要相信曾經有外星人 造訪地球過 這影響力才大呢 當然就是英國跟美國的總統 還有首相 對不對 所以其實國際上就有一個 英國那邊有一個 簽讀的網站 他很好玩 他叫做William Hill 他每年都會開盤 就是美國總統跟英國的首相 會不會出來承認有外星人 會不會出來承認 外星人曾經造訪 他開的賭盤 過去都是1比1000 現在竟然只賠25 怎麼變少了 怎麼差這麼多 1賠1000現在變成1賠25 差了40倍 為什麼 怎麼會這樣 所以大家就很好奇 難道是川普 難道是川普他的大炮性格 如果他當選了什麼話都會講嗎 他可能會講出來事實 我們講到宇宙 我們當然會跟大家提到 這個Syvon Hawking Syvon霍金的話 他其實也滿常說的 例如說世界末日 例如說外星人 最近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其實外星人 早就在你我身邊了 但是這個說法沒有經過證實 為什麼 因為他們很會 喬裝打扮藝容 所以你意思說 他可能跟人的形狀一樣 你根本不知道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MIB Main in Black星際戰警 其實裡面就有演 而且他還說 這個Elvis Priceley 他還說Michael Jackson 他們都是外星人 他們沒有死 他們只是回去了 外星人一直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大家相信嗎 你身邊有外星人嗎 總之或許再過一段時間 真的新的總統跟首相選出來 他們會告訴我們一些消息 但是有些事實 如果真的說出來 可能所有的民眾心中 都會感到恐慌的狀況出現 但在外太空當中 會進到地球大氣層的是什麼 當然不外乎就是那些隕石 那外星人有沒有 還是個問號存在 可是說到隕石 掉到大陸的隕石 會砸出一個隕石坑 但隕石坑底下 既然有個村落 這是怎麼回事 隕石撞地球 撞到之後地上才會出現大坑 結果就在遼寧 宥岩區的這個古龍村 它的地形非常奇特 它的地形就是個大坑 它的坑有多大 它的坑的直徑有1.8公里 這個大坑的深度到150公尺 結果這個深深的大坑裡面 還有64屋人家 64屋人家裡面有30 你說坑裡面還住人 對 坑裡面有小村莊 這個小村莊古龍村 就是64屋人家 34屋人家 這些人還很厲害 他們全部都非常長壽 而且一生當中都很少生病 因為那個整個地方 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原生態 沒有污染 沒有工業 他們到當地 還特別是什麼 他當地只要 你要想要燒柴火對不對 燒柴火他不用砍柴 他只要家裡旁邊的土挖一挖 他們的土都是黑色的土 而且這黑色的土 居然丟到那個火爐裡面 就會自己燒了 不可能吧 土都弄到火裡面去 馬上就滅掉了 他們那邊的黑土是可以燒的 而且他們裡面 家家戶的水井 可是他們的水 你可能看起來會比較可怕一點 為什麼 水井上面都有一層的浮游 所以他們的 為什麼他們的水井裡面有浮游 土是能夠燒的 結果客家覺得特別去調查 那時候發現 這個地方原來這些 全部都是這些黑黑土 是裡面含著高純量的這些碳 碳從哪裡來 為什麼土都是碳層 所以那個土含碳量特別高 那個因為他們是地下水 那個土太多碳的關係 所以水質不好 所以當地下水挖起來 水井打起來的時候 它那個水上面就會先浮游 他們都在想 原來 原來當時因為隕石撞地球 一撞的時候 原本是一個平平的森林 就有大量的植物 全部都壓到底下去 對 全部被打死 這些在那邊生長的人 發現原來這個地方 他們底下這些土就這樣來的 然後水因為這樣關係 所以它有浮游 可是這個地方已經被證實了 就是他們當年隕石撞地球之後 留下一個大的隕石坑 這個是中國大陸 第一個發現的隕石坑 而且裡面有村莊 非常非常特別 好 講到這種非常特別 這樣神秘形成的地方 一定要講到下面這張叫 江南四大明樓 很有名的黃鶴樓 大家很有名對不對 有一個在我們的廣西的一個 叫做真五樓 廣西榮縣真五樓 也是名列江南四大明樓之一 這個樓非常有名 當年差不多幾十年前 有一個演員 他在那邊就是晚上睡覺的時候 突然雷聲大作的時候 他嚇到 外面下大雨 結果他趕快抱住那個柱子 因為他想說他在裡面睡覺 就抱住柱子之後發現 怎麼柱子在搖 他發現完蛋了 柱子連柱子都懸空在搖了 整個這桌在搖了 因為外面是狂風大雨 像是大的那種大颱風 結果他又趕快衝出去 衝出去之後 你這樣講聽起來 怎麼好像到了一個 無重力的狀態的地方 對 因為當時整個都在咬 他趕快衝出去 衝出去之後他以為完蛋了 這個樓要塌了 結果隔天起來一看 旁邊差不多倒光了 因為真的是大颱風來了 結果他一看樓好好的 沒事 沒事 他趕快衝去左邊 那二樓一看 這個柱子還在 而且真的柱子底下 居然有三公分的懸空 而且他一棟樓的四根柱子底下 都三公分懸空的 怎麼可能會懸空 對 一個大樓 他整個頂的頂棚 80噸到100噸 結果他居然二樓中間 四根大立柱是懸空的 到底為什麼 為什麼這樣是一個 很奇特的一個情況 於是他們就找建築專家去問 據說他說這個真五樓 當年傳說是魯斑蓋的 魯斑到這邊 一個晚上蓋好之後 他就羽化成仙 所以他們當地人叫神仙樓 相傳魯斑蓋的時候 他就不用筍接 筍接完之後 他在這中間四個立柱 他故意是做懸空的 其實他真的沉重處 不在這四個立柱 而這四個立柱是做什麼 就像伊林大樓的阻尼器 當整個風在吹的時候 他中間 對 樓在搖晃的時候 他會跟著搖晃 他會吸掉正力 減弱那個力量 那個震盪的幅度 400多年前 我們中國人的智慧 居然可以在這當中 就四根阻尼器在那邊 非常厲害 可是這個樓 另外一個很神奇的地方 他這400多年 經歷了五次大地震 可是這個樓沒有地基 沒有島 沒有地基 這麼厲害 沒有島 沒有地基 他怎麼來的 因為他這下面的整個 四個大的這個柱子 這就是他的整個結構 他的整個就全都搖晃 一層人結量架上去之後 他故意在二樓中間的 四根大立柱 這四根立柱做的 就像天平中間的平衡桿一樣 所以當風在吹的時候 四根立柱會一根這樣搖擺 搖擺搖擺 就把大風給抵消掉 他的整個下面所有的 八根大立柱 他的完全沒有地基 完全就這樣撐起來 這樣是一個八百八個大樓 所以也就是說你地表搖晃得 再厲害的大地震 房子本身不會跟著地表 做劇烈的擺當 反而有一個平衡的作用了 他四百多年前就做了一個 抗震的作用 什麼叫抗震 原來秘密就在這一個大平台下面 因為他蓋在金月台 金月台是以前他們 當時就是軍隊在那邊點兵的地方 這個地方 他這個台下面全部都是砂 所以因為底下全部軟軟的砂 上面是大石板台 石板台之後 再用這個木柱架上這個樓 沒有打地基的情況是假的 居然不會打 為什麼 因為下面砂是軟的 連底下砂都是軟的 砂是軟的 中間一層石板樓